大家都知道啊 汉帝国与枪族的战争呢 是延绵百年 前面咱们刚讲过汉宣帝时期啊 派老将赵冲国平定了枪乱 这一集啊 咱们再讲一讲汉元帝时期的机枪之战 刘氏即位封王正军为皇后 别看刘氏当了皇帝 但他本人并没有出色的能力 在舞台上的戏份呢 远没有皇后王正军多 王正军是中国历史上长寿的皇后之一 活了84岁 不仅如此啊 他还历任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 在后宫超长待机 达61年 苦苦支撑着汉室江山 只是没想到啊 他的努力反而葬送了西汉王朝 王正军是魏郡元成人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 他的祖上呢是春秋时齐国的田氏贵族 曾被项羽封为极北王 汉朝建立后 封国没有了 但大家仍然称他们为王家 于是他们所姓真的姓了王 王正军的母亲李氏是世家大族 当年生他时 李氏梦见一轮月亮扑入怀中 随后便生下一女儿 此女就是王正军 王正军的父亲呢叫王进 做过庭位史 也就是法庭书记 这人啊 嗜酒好色 娶了好几个小老婆 生有四女八子 母亲李氏实在是受不了丈夫 选择了离婚 年幼的王正军啊 自此就失去了母爱 长大后的正军 晚顺贤惠 父亲给他许配了一户人家 结果人还没嫁过去 南方就死了 后来东平王看上了王正军 想把他纳回家当妾 结果也死了 连续两次都没有嫁出去 这就是客夫的命啊 父亲感觉不对劲了 找人给自己的女儿看相 算命先生说 你的女儿有富贵命 将来所嫁之人啊 必定是显贵之人 听了这话呀 王静特别开心 找人教王正军读书写字 弄琴骨色 学习各种才艺技能 十八岁那年 王正军被送入皇宫 成了太子妃的候选人 然而后宫中 有那么多美艳的女子 王正军怎样才能赢得 皇太子的助益呢 皇太子流逝 当时最宠爱的一个姬妾 叫司马良帝 两人如娇似妻 正处在热恋之中 可惜的是啊 司马良帝没有当皇后的命 不久之后病重 临终前 他哭哭啼啼地告诉刘氏 自己不是病死的 而是因为其他机械 嫉妒自己 自己是被他们活活咒死的 刘氏是伤心欲绝 此后对其他姑娘都没了兴趣 看谁都是大白菜 这下啊 父亲刘荀着急了 刘氏到现在还没生儿子呢 身为皇位继承人 没有儿子 这大好的江山 将来还如何传承呢 刘荀于是让皇后出面 选了五名宫女 供刘氏挑选 这其中啊 就有王正军 看着面前的这五个女人 刘氏心里其实是拒绝的 但她又不敢违逆皇帝 和皇后的好意 只得用手随意一指 这个就行 此时幸运女神 关照了王正军 王正军离刘氏最近 其他几个宫女啊 都打扮的是花枝招展 唯独王正军比较素雅 在人群中最突出 大家都以为 刘氏选的是王正军 于是盲命人将他送到东宫 一夜过后 王正军怀孕了 十个月后 他给刘氏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刘荀特别喜欢这个孙子 给他取名刘傲 就是骏马的意思 此外呢 刘氏还给他取了个字 叫太孙 经常把刘傲带在身边 对他的期望值也很高 王正军也母平子贵 后来顺利当了皇后 可惜的是啊 刘氏对王正军并没有什么感情 那一夜后 刘氏再也没有临幸过他 当年之所以选中王正军 也只是因为自己胡乱一指 连演员都谈不上 其他的呀 也就更不值一提了 王正军不敢信呢 他是那么年轻 相貌也颇为秀丽 然而 后宫中美丽的女子何其多呀 他就像森林中的一片树叶 根本得不到刘氏的注意 那唯一的一次灵性啊 成了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记忆 当他在灯下独自神伤 为自己的命运垂泪时 何曾有人给这个可怜的女人 轻微一瞥 在他最美丽的年龄 他却从来没有被爱过 在他最值得被爱的时候 他只能孤灯相伴 夜夜空眠 不过 王正军也不用垂影自怜 他虽然没有得到爱情 但命运呢 早已为他准备好了 另外一份馈赠 咱们再说回刘氏 刘氏虽然对司马良帝念念不忘 但私人已逝 何况他是皇帝 身边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呢 史书上刘明的除了王正军 还有一个妃子叫冯元 他父亲就是当时的名将冯凤氏 有一次啊 刘氏带着自己的大小老婆 到动物园观赏 突然呢 一只大黑熊攀上围栏 爬了出来 侍从太监 嫔妃 吓得是屁滚尿流 四处逃命 只有冯元 勇敢地站出来 挡在了刘氏前面 带到侍卫赶来杀死黑熊 惊魂未定的刘氏 缓过神来 问冯元 情况危急 大家都惊慌逃命 你为什么挡在我的前面呢 刘元回答说 我听说猛兽凶性发作 只要抓着一个人 就不会再去攻击别人 如果那熊冲过来抓住了我 就不会伤害陛下了 所以我想以身蓝熊 刘氏一听大为感动啊 从此对他倍加敬重 话说这刘氏啊 虽然在内政上 搞得一团乱麻 但好在汉朝家大业大 又有宣帝时的数十年积累 在对外战争中 依然可以碾压一切对手 这里我们重点说 两场对外战争 其一是 冯凤氏平定西部枪乱 另一件便是 沉汤万里远征 朱沙智之蝉鱼 永光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四十二年 隆熙郡贤解枪发动叛乱 消息传来 朝廷震动 刘氏提照 丞相维玄成 御史大夫郑宏 大司马车记将军王阶 左将军许家 右将军冯凤氏等人开会 这一年啊 汉帝国也不好过 国内粮食收成不好 粮价飙升 长安城每单股物 卖到了两百多钱 而关东地区每单股物 竟然卖到了五百多钱 边郡地区的粮价 就可想而知了 这么说 大家心里估计都没啥概念 咱们来做个比较 宣帝时 西部的羌人也发生过叛乱 当时粮食年年丰收 股物每单售价只有五千 边郡地区每单股物 也不过才八千 而如今光是长安城的粮价 较以往就涨了四十倍 内忧外患一起出现 大伙讨论了半天 也没讨论出个结果来 到最后 大伙都把目光投向了冯凤氏 这里只有他熟悉西域事务 有带兵打仗的经历 面对众人热切的目光 冯凤氏知道自己该表态了 他站起来说 这次贤解枪的叛乱 是在汉朝境内 如不及时评判 恐怕无法威慑那些更远的蛮蚁 我愿意带兵出征 刘氏问 估计要用多少人吗 冯凤氏打 根据情报 此次贤解枪叛军 共有三万多人 我听闻 善于用兵的将领 不做第二次战争动员 粮食运输不超过三次 军队不移长期在外 必须要速战速决 此次叛军有三万人 从兵法上讲 我方必须要有敌军的两倍 即六万人 胜算才大 不过叛军武器粗劣 只有长矛与弓箭 所以我方的人数 可以适当地少一些 但最少也得要有四万人 这样我可以在一个月内 结束战事 冯凤氏胸有成竹 维玄成郑红等人 听了却是不以为然 说上次枪乱时 赵冲国以一万军队 收复了五万先灵枪 你一开口居然就要四万人 你到底行不行啊 维玄成对冯凤氏说 眼下正是农忙季节 你也知道 国家粮食紧缺 不宜在此时多发兵 这样吧 先调集一万人马 给将军住房 冯凤氏一听就急了 大声说 不可 你们就让我带一万人 这一万人分散驻扎 就如同撒胡椒面一般 每处的兵力都不多 枪人见汉军少就不会畏惧 我们迎战就会遭挫败 防守则百姓不救援 一旦战事陷入胶着 汉军就会被认为是农包部队 枪人就会互相煽动 反派之势就会愈演愈烈 恐怕到那时候 朝廷动员四万人都不够 花费再多也是白搭 所以少发军队就会拖延时日 多派部队就可快速平定 两者的利害关系 可谓是相差万里 这时刘氏开口说话了 这样吧 一万人的基础上 再加两千人 这样总够了吧 冯凤氏也很无奈啊 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的一场战争 一万两千人根本不够 可他也深知 眼下粮食紧张 朝廷也有自己的难处 只能先这样了 经过一系列准备 冯凤氏率领一万两千人 打着囤田部队的名号出发了 汉军兵分三路 右军由典蜀国人力率领 屯兵于白石 也就是今天甘肃省的临桃县东 前军由护军都尉韩昌指挥 驻扎在临桃 冯凤氏亲率中军 驻守守阳 也就是今天甘肃的魏元县 韩昌接到情报 羌军正在广阳谷大肆屠杀百姓 他派出两名校尉 一人去广阳谷 搭救备略民众 一人与羌人争取有利地形 经过一番血战 羌人凭借着压倒性的人术游士 击败了汉军 前往广阳谷解救百姓的汉军 也遭到羌人的围攻 校尉战败被杀 守战不利 冯凤氏不敢再轻易出动 他赶忙绘制了地图 写出作战方案 立即向长安汇报前线的战况 羌人背靠深山老林 熟悉地形 一手难攻 汉军要分兵把守 兵力严重不足 恳请朝廷增兵三万六千人 刘氏看完心中是倍感焦虑 还是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早知道就不该那么抠抠嗦嗦了 索性大笔一挥 将援军的人数加到六万人 这个数字远远超了冯凤氏申请的 三万六千人 同时他还给冯凤氏配备了一名皮匠 范武将军任千秋 当年十一月 六万援军到达陆西 此时冯凤氏手上有七万人 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 他不慌不忙 在军事要冲处派重兵助手 挤压枪人的势力范围 十一月 冯凤氏发动总攻 七万将士奔进合击 可枪军凭借着山林地势 以寡抗重 汉军的进攻一度受挫 战事陷入了胶着状态 刘氏很焦虑 他下诏再征一万人 以韩恩国为剑围将军 准备开赴前线 与此同时 前线大军终于打开局面 突破了枪军的防线 大破枪人 这一战 汉军斩杀捕获叛军八千多人 缴获马牛羊数万头 其余枪人都逃到塞外 陵兮叛乱 得到平息 四年二月 冯凤氏班师回朝 刘氏重点表扬了冯凤氏 改任其为左将军 封关内侯 十亿五百户 至此 冯凤氏终于完成了 封侯的梦想 汉书对其评价很高 冯凤氏使 为国杀敌的老将 功勋卓著 仅次于赵中国 宋朝皇庭坚 给冯凤氏写过一首诗 概括了冯凤氏的壮举 前世秦将相 先祖汉冯唐 春秋设大义 兵法参京祥 恭送大渊使 击毙沙车王 不畏风寒苦 生威 镇西江 汉朝的侯爵 分为列侯和关内侯 列侯的级别 相当于后来的万户侯 高于关内侯 关内侯一般会有 九十五公顷封地 过去并被封的 冠军侯就是列侯 而汉朝的关内侯 却是一抓一大把 根本不值钱 在其他朝代 还有百户侯 千户侯 万户侯 十万户侯等级别 彭凤氏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最后却只混了个 普通的关内侯 有人就看不下去了 冯凤氏死后两年 西域都护 甘岩寿与陈汤 因诛灭匈奴制止产与 名震西域 在讨论封赏时 丞相邝衡 认为甘岩寿 陈汤的行为 属于矫诏 假传圣旨 不能给予封赏 但是其他人坚持 要奖励甘岩寿 刘氏 于是封他为 一城侯 这可是列侯 比关内侯要高一级 杜钦 尚书为冯凤氏名不平 甘岩寿只是 陈汤的副手 他都能混个列侯 凭什么冯凤氏 只能是关内侯 在给皇帝的奏书中 杜钦说了这样一段话 冯凤氏解除危难 妄死征战 功绩显著 是世代初始者的表率 陛下唯独压抑 而不表扬他 这不是圣明君主的作为 话说得有点狠 刘氏呢 却只是打哈哈堂塞 都过去的事了 就不要再提了 说完了西枪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 匈奴那边的动静 前面说过 汉宣帝是 匈奴内部矛盾激化 五个蝉鱼争夺王位 后来分裂为 南匈奴和北匈奴 南匈奴 乌寒爷蝉鱼 臣服于中国 北匈奴制之蝉鱼 一看情况不对 马上派儿子出使长安 向汉朝称臣 面对这种示好啊 汉朝对乌寒爷蝉鱼的 使节非常热情 却对制之蝉鱼的 使节很冷淡 很显然 朝廷决定支持 清汉的乌寒爷蝉鱼 乌寒爷蝉鱼 抱上了汉朝的大腿 致之蝉鱼啊 只能干瞪眼了 他知道 乌寒爷蝉鱼 一定不会放过自己 既然自己跟汉朝 搞不好关系 那就只能躲得远远了 于是啊 致之蝉鱼 毅然做出一个决定 西征 致之蝉鱼 挥师西进 大破乌孙军队 接连击灭了 乌杰 坚坤 兵灵诸国 并将王庭 迁到了坚坤国 而此时呢 致之蝉鱼的儿子 还在长安当人质 必须想办法 把儿子接回来呀 这一年啊 致之蝉鱼派使者 去长安进贡 顺便要回 做人质的儿子 刘氏这个人 向来好说话 二话不说 就批了同一儿子 还专门安排了 魏司马古吉 作为汉使节 护送匈奴太子回国 魏使大夫贡宇 对北匈奴不太放心啊 他提醒皇帝 致之蝉鱼这人啊 狼嘴野心 并不诚心亏负 而且其王庭 搬迁到 监坤国的故地 距离汉朝遥远 为安全起见啊 还是只送到塞外号 古吉当然不愿意错过 这个建功立业的机会啊 他上书说道 汉朝应该机密 伊敌之邦 现在已经养育 智之蝉鱼的儿子 十年之久 恩泽身后 如今他要到空旷 绝远之地 如果只护送到边塞 就返回 大打不妥 臣有幸得持 大汉福洁 向智之蝉鱼 宣扬大汉的恩德 如果智之蝉鱼 把我杀了 他们只会逃得更远 咱们的边境 更会没事 以我一人之命 患得边疆安宁 这是国家之幸 也是臣的愿望 所以啊 刘氏最后拍板 让古籍护送匈奴太子 到智之蝉鱼的王庭 当古籍跨越万里之遥 把太子送到 智之蝉鱼面前时啊 智之蝉鱼 不但没有半点感激之心 连喝茶寒暄都免了 直接就将这古籍 拉出去砍了 匈奴在醉牛的时候 也不敢善杀汉朝使节 如果真杀了 汉朝分分钟啊 就会把部队 拉到他家门前 所以呢 当年苏武靠着一根结杖 曾对魏律说道 你敢杀我吗 那你就试试看 魏律啊 还真不敢下手 可是这一次啊 智之蝉鱼昏了头 筑成了大错 算是上了汉朝的黑名单 他也知道 自己彻底把汉朝给得罪了 老对手呼喊野蝉鱼 在汉朝的扶植下 实力日渐增强 如果继续待下去 迟早会遭到报复 于是呀 他决定再次向西前移 迁到哪儿去呢 康居国 此时的康居人 与乌孙人之间呢 爆发了战争 双方是相持不下 康居人也急于希望 找一个盟友 所以啊 他们把目光就锁定在了 匈奴人身上 作为欧亚草原上 最强大的民族 匈奴人已经和乌孙翻脸 按照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的原则 双方是很有机会 南北夹击乌孙的 为了说服智之蝉鱼 康居王开出了条件 匈奴与康居 联手灭了乌孙 让匈奴移居乌孙 自己依靠智之蝉鱼的威望 来胁迫中亚诸国 图谋霸业 双方一拍即合 智之蝉鱼率领人马 立即向康居国进发 不料呢 这天空不作美 行军途中 部队遭遇了暴风雪 伤亡惨重 抵达康居国时 仅剩下三千多人 当初智之蝉鱼 西征时总计有五万人 后来战乌孙 灭坚坤 乌杰丁 人员损耗过大 一直没有得到补充 就剩了这么点人 即便如此 康居王还是热情接待了他 双方护嫁女儿 结为殷亲 在匈奴人的帮助下 康居人一路吊打乌孙 一直打到了乌孙的都城 赤谷城 也就是今天的新疆伊宁 很快 康居王就要咽下自己 引狼入室的苦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搞定乌孙后 智之蝉鱼耍起了威风 跟康居王爆发了冲突 智之蝉鱼肆意屠杀 康居国的贵族与百姓数百人 手段极其残忍 将其肢解后丢进河里 白吃白喝 白杀白住 这就是智之蝉鱼的真面目 不仅如此 他还每日蒸发500名康居百姓 强迫他们修筑蝉鱼城 耗时两年才完工 迫使和苏大渊等国进贡 任自己当大哥 汉帝国前后派出了三波使节 到智之蝉鱼那里 追问古籍的下落 智之蝉鱼觉得自己山高皇帝远 而且白龙堆之险 不亚于大漠戈壁 对皇帝的诏书是嗤之以鼻 还出言挑衅说 我太难了 要不我再把儿子送给你们当人质 摆明了呀 就是一副无赖嘴脸 这只蝉鱼一度掌握了西域局势 在当地作威作福 实力健强 是汉朝在西北边疆上的 一颗定时炸弹 那么谁能拆除这颗炸弹呢 这时间一晃啊 就到了建昭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三十六年 一个普通青年站了出来 毅然扛起了这份重任 他就是一代名将陈汤 陈汤是山阳郡辖丘县人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衍州东北 年轻时呢 博览群书很有学士 写的一首好文章 可惜他家境不好 生活来源全靠借 借了也从来不还 惹得左邻右舍呢 见到他都避而远之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陈汤知道自己在老家混不下去了 收拾包袱 踏上了京飘之路 话说这长安城里啊 最不缺的就是草根族 但陈汤呢有三大优点 头脑活 口才好 胆子大 他运气也不错 混了个小官 负责皇帝的膳食 在此期间啊 他认识了富贫侯张伯 张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提起他的祖父啊 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五帝朝 大名鼎鼎的酷吏 张汤 数年后 刘氏让大臣给朝廷 举荐人才张伯第一个 推荐了陈汤 陈汤很激动啊 他马上就要成为 有身份的人了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啊 他爹死了 陈汤没有回家守校 这在当时啊 可是大不孝啊 朝廷知道后翻了脸 就这素质怎么配当官呢 于是啊 陈汤的工作就泡汤了 张伯也被罚 没过多久啊 憋去死了 陈汤出狱后 匈奴啪啪啪地 打汉朝的脸面啊 朝廷却找不到人 接着他活 有人再一次推荐了陈汤 朝廷这时候啊 也顾不上当年 那不道德的事了 给了他一个狼官头衔 出使西域 陈汤在外交方面表现不错 几年后被升为 西域都护府副校尉 与西域都护甘岩寿 一起助手西域 甘岩寿是一位武林高手 因善骑射被选入羽林军 成为青年军官团的一员 此外呢 他的轻功也非常高 曾经一跃跳上 羽林军营里的亭楼 有一次啊 部队举行比武大赛 甘岩寿一举就拿下了 头十与首帛两项冠军 凭着这手功夫啊 甘岩寿成了羽林军第一高手 刘氏看中了他非凡的技艺 任命甘岩寿为辽东太守 在职期间 树平乌环之乱 颇有战功 建昭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三十六年 甘岩寿与陈汤 踏上了西行之路 一个落魄文人 一个羽林军第一高手 两人在西域 是否会创造奇迹呢 我们拭目以待 这集啊 咱们接着来讲 一代名将 陈汤 陈汤这个人呢 还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 西行的路上 每到一地 他都会爬上高处远眺 甘岩寿以为他装文艺 要淫湿 还劝他呀 没事别装 小心被匈奴人的 冷尖给射死了 陈汤却笑着说 自己只是想将 山川地形牢记在心 将来必定会用到 经过无数次的分析 与推演 陈汤认为 与其被动防御匈奴 不如主动出击 他找到一把手 甘岩寿说 你看啊 这些遗敌之人 不管表现得 怎么凶悍 但在内心的 总是畏惧 臣服强大者 这是他们的本相 甘岩寿点点头 表示认可 陈汤接着说 现如今 智之禅于 威震西域 新陵 乌孙 大渊国 替康居出谋划策 想降服他们 如果他成功了 到时候 北极伊列 西取安西 南排越之 西域啊 可就危险了 智之禅于 虽然远在 鸟不拉市的地方 但蚌蚁啊 毕竟造不出奸城 又没有梁公尽弩 来防守 如果我们 征调西域屯田的军队 再召集 乌孙等国的士兵 兵封直指禅于城 那么智之禅于 跑也没地儿跑 守又守不住 我们就可以 立下不适之功 虽然这是一个 非常冒险的方案 也是一个足以让他们 流芳百事的战略构想 陈汤说的是 慷慨极昂 甘严寿也听得 胸中热血激荡 甘严寿点头同意 准备写封信 请示皇帝 陈汤说 你发了信以后啊 皇帝肯定会 找朝中大臣讨论 这帮家伙啊 都是佣官 对智之禅于的危害性啊 认识根本不够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 我们直接干就好了 甘严寿不同意 说 搅照发兵 这可是大罪啊 何况万一失败了呢 陈汤则信心十足 人生能有几回博呀 此时不博 何时博 对陈汤而言 人过流明 厌故流生 他所恐惧的 便是活在一个 注定平庸而无名的时代 感谢上天 让他生得不算太早 也不算太晚 刚刚好 赶上了这个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正当愁躇时 上天又一次眷顾了陈汤 甘严寿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陈汤全权代理 西域都护职务 他用汉朝天子福洁 假传朝廷命令 调集了汉朝在西域的 屯田士兵 和西域诸国军队 共计四万多人 准备发兵攻打 这只蝉鱼 甘严寿听到消息后 就大惊失色 爬起来想阻止陈汤 缴诏可是要杀头的 你担得起吗 只见这陈汤 按住舰怒斥道 部队已经集合 你想让大家泄气吗 甘严寿这才一咬牙 那就干吧 汉军分成两路 一路从南道 也就是今天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远 翻越帕米尔高远 渠道大渊 另一路由陈汤 和甘严寿亲自统帅 从北边横穿乌孙王国 沿康定国边界 到达填池 也就是今天的 吉尔吉斯斯坦 伊塞克湖以西 出发时 陈汤才和甘严寿 一起上奏朝廷 自和缴诏之罪 并说明了出兵的理由 然后也不等朝廷的回复 大军即日启程 大军出动 风云变色 康居的一个父王 鲍田 正好率军进攻 乌孙国 杀了一千多人 抢夺了大批的畜产 回来的路上 不巧和汉军相遇 康居父王脑子一热 准备抢汉军的资重 这个资重呢 就是那些包裹行李这些 陈汤大怒 迎战康居部队 斩杀四百六十人 俘虏康居贵族 伊奴独 解救了被康居军队 掠夺的乌孙国百姓 四百七十人 陈汤下令 让百姓返回乌孙国 但是把马牛羊等牲畜 留了下来 作为军队的补给 紧接着 汉军从东面 进入了康居国 严令军事不得抢掠 同时采用离间计 分化拉拢康居各处势力 陈汤并没有着急 直奔禅于城 而是叫来了 康居的贵族涂末 边吓唬边讲道理 说汉军是仁义之实 此行只诸置之禅于 只要康居国 不与汉军为难 汉军也不会欺负康居国 然后和涂末 饮酒结盟 陈汤很清楚 自己的目标 只有置之禅于 而建立统一战线 孤立置之 就是最好的战前准备 大军继续开靶 到距离禅于城 六十里出 部队停下来 安营扎寨 抓到了另一位贵族 开谋 巧的是 这开谋 正是康居贵族 涂末的舅舅 开谋表示 愿意做大军的向导 把他所知道的一切 都告诉了陈汤 陈汤由此 对禅于城的部防 了然于凶 次日 汉军向禅于城 挺进三十里 然后安营扎寨 智之禅于 终于坐不住了 派使者来询问 汉军此行的目的 陈汤告诉匈奴使者 不是你们禅于 自己说 处境困苦 想归附汉朝 亲自到长安朝见吗 我们来接禅于了呀 汉朝天子 哀怜禅于 离开了匈奴的故土 在康居受了委屈 所以派都护将军 来迎接禅于的 妻子和儿女 怕惊吓了其他人 所以军队 不敢到城下 使者来回几次 还起了外交辞令 甘言授和尘汤 就等得不耐烦了 直接下了最后通牒 我等为禅于远道而来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 匈奴的王侯大臣 前来拜会 接受皇帝的旨意 禅于作为东道主 没有体现代客之道 不把我等放在眼里 这是何道理呀 你回去告诉禅于 我大军远道而来 人困马乏 粮草不济 再拖下去呀 恐怕我们要交不了差了 希望禅于同大臣 审慎考虑一下 行了 这下火药味已经足够了 准备开打吧 随后 大军抵达治之城的 都赖水上游 离城三里 安影布阵 此时 禅于城上已经是惊奇招展 刀枪林立 数百名身体重甲的士兵守卫于上 一百多骑兵来回奔驰 一百多步兵在城门两边摆成榆林阵 所谓榆林阵 就是步兵向前 将盾牌竖起 顶起 相互叠压 如同鱼鳞或者龟甲一样 闲少伤亡 城楼上的匈奴人 高声吆喝着 有种的过来较量较量 汉军也不答话 直接回之以弩箭 一时间啊 箭如雨下 凶路人 只得退入城中 再看这城内 这只蝉鱼啊 逐坐针战 当初听到汉军来攻的消息 他就想跑路了 可是前路茫茫 他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康居国肯定是回不去了 他杀了康居王的女儿 去了就是送死 到其他国家 其余十五国都加入了 汉朝的远征军行列 根本不会接纳自己 回到东边的匈奴故地 呼喊野蝉鱼磨刀祸祸 正处找不到自己的 置之蝉鱼在城外兜了一圈 发现无路可去 只得又回到城内 他还抱着侥幸心理 汉军长途跋涉而来 不可能长久围攻 与其跑路被对方追上 倒不如坚守 等远征军粮食耗尽 自然也就退兵了 和往常一样 陈汤登上了一处高地 观察蝉鱼城 这座城由三道城墙构成 最里面是土墙 外围是两道木墙 陈汤知道 这一战他赢定了 上一集咱们讲到 陈汤率部队兵临蝉鱼城下 他观察了一圈之后 就笃定这一战是赢定了 这又怎么说呢 咱们慢慢讲 回到部队后 他命令士兵纵火烧成 大火沿着木墙蔓延开来 火光雄雄 匈奴人只得退回到土城防守 深夜有几百个匈奴骑兵 企图突围 被远征军悉数射杀 无一漏网 智之禅于披挂上阵 在城楼亲自指挥作战 自己的燕之夫人和几十个美女 也持弓反击远征军 可惜啊 这匈奴的弓跟汉朝相比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当匈奴人还在用弓时 汉军已经全面配备了弩 而且比秦弩进步了很多 汉弩的强度 从一弹三弹四弹到十二弹不等 弩机利用击阔的精巧 比弓的弹射力更大 射程更远 杀伤力更强 加上有望山 也就瞄准气帮忙 命中率也更高 匈奴人射的剑 一直都没飞到汉军跟前 汉军则是迁弩进发 缠余的几位夫人死伤大半 连他鼻子也中了一剑 血流如注 就在这双方相持之际 一万多名康居骑兵 突然出现在了战场上 他们分成十余队 每队千余人奔驰嚎叫 和城上的匈奴守军 遥相呼应 对汉军形成了反包围态势 陷入两面作战的汉军 并不慌乱 士族们相互靠拢 肩并肩 形成援阵 长兵在外 短兵在后 攻防有序 康居骑兵几次冲击 都没能得手 自己反而损失了不少人 都说遗憾敌五胡 这可不是吹嘘 而是汉军真实的战斗力 康居骑兵一看这架势 反正也占不到便宜 算了 还是撤吧 黎明时分 甘岩寿下达了总攻令 蝉鱼城四面活起 汉军士气大震 喊杀声惊天动地 汉军举着盾牌攻入土城 匈奴人抵挡不住 纷纷败退 智之蝉鱼率男女百余人 躲入城内 汉冰重火 蝉鱼在混乱中战死 被身边人收了人头 这一战 远征军斩杀匈奴贵族 1518人 俘虏145人 收响1000多人 之后 陈汤把所有的俘虏 都交给了 参加战争的西域诸国 这些人将会 沦为他们的奴隶 下场可想而知 当曙光再一次 照临大地时 这场万里之外的征战 已经尘埃落定 陈汤赌赢了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报复 扬名西域 轻视流明 捷报传回长安 刘氏震惊了 这绝对是大功一剑啊 本来大伙还因为 置之蝉鱼的事 一筹莫展 现在却突然被告知 置之蝉鱼死了 关键是陈汤等人 没从国内调一兵一卒 就解决了这个心头大患 从此以后啊 西域总算是安定了 他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和捷报一起传回京城的 还有置之蝉鱼的首集 以及甘严寿和陈汤 发给朝廷的请罪书 与其说这是请罪书 倒不如说是战役总结报告 臣听说天下大义 莫过于一统 稀有遥顺 今有强悍 匈奴呼喊野蝉鱼 已经北面成臣 只有置之蝉鱼 反叛对抗 没有受到惩罚 躲在偏远的西部 以为大汉 无法使其臣服 置之蝉鱼 残酷祸害百姓 罪行滔天 臣甘严寿 陈汤率义兵 替天行道 诛杀刺贼 有赖皇上神灵庇佑 仰仗天时地利 冲锋陷阵 击败匈奴 斩下了置之蝉鱼的首级 也就是在这封奏书中 陈汤喊出了那句 两汉最强音 明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 这是汉朝历史上 最慷慨 最豪迈 最振奋人心的一句话 这句话 穿透了两千年的时光 直到今天读来 依然让人热血澎湃 然而 迎接陈汤和甘严寿的 不是鲜花和掌声 而是众人的指责 中书令石显 想将女儿嫁给甘严寿 毕竟大家都在官场 可以彼此有个照应 可惜甘严寿啊 对这桩婚事 并不感冒 这就让石显很难堪了 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李延寿 对陈汤搅诏一事很不爽 再加上这陈汤呢 有些贪财 私吞了一部分战利品 所以啊 遭到了朝廷的审查 陈汤啊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身处异欲出生入死 到头来还不受自己人信任 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啊 他赶紧给刘氏上书 说我们从万里之外 班师凯旋 还以为会派慰问团来迎接我们呢 怎么反把我们的勇士抓了起来 这不是亲者痛 仇者快吗 好在这刘氏啊 总算没有昏过头 赶紧撤销逮捕令 命令沿途各地 盛大劳军 到了长安后 刘氏让众人讨论如何封赏 石显和匡衡啊 又跳出来当杠精 说着甘严寿陈汤二人 假托黄命调动军队 没有处死就是格外开恩了 如果再加功尽绝 以西域之势而位列尊贵 国中定会像孝武之势一样 争相往复西域 言外国利害 为了封侯而望开边信 所以啊 这个口子坚决不能开 更何况 智之禅于本意逃亡 丢了国土 在那么远的地方 盗用禅于名号 并非真禅于 不算大功 甘严寿和陈汤干的这事啊 根本不值得到处宣扬 刘氏呢 其实是很欣赏 甘严寿和陈汤的 当他觉得 匡衡说得好像 也有点道理 到底该如何裁决呢 他又没主意了 就在这时啊 大咖刘相出场了 他洋洋洒洒地 写了一篇奏折 为陈汤鸣不平 智之禅于囚禁 和杀害的汉朝使节 及随从官员 数以百计 这事在西域 广为传播 严重损害了汉朝的威望 陛下想要诛杀 智之禅于的信念 从来没有变过 现如今 甘严寿陈汤 出生死入绝狱 斩智之之首 玄境万里之外 扬汉家天威于昆仑之息 洗刷汉时古籍被杀之耻 立昭明之功 万一涉服 莫不俱阵 对于这样的功臣 不仅不能惩罚 反而要重赏 才能激励后人 建功绝狱 刘相还说 当初李广丽 只是打一个大冤国 就牺牲了 五万将士的性命 耗费了亿万费用 历时四年之久 才获得三十匹汗血马 陈汤打的是匈奴 而且还没用国家 一毛钱和一个兵 比李广丽强一万倍 眼下有大功而不表彰 老抓一些小辫子 这样 岂不让人寒心吗 陈汤二人 纵然有矫诏的罪名 但是瑕不掩瑜 必须给予二人封赏 面对这场大争论 刘氏最后 力排众议 采纳了刘相的剑眼 封甘岩寿为义成侯 赐陈汤绝关内侯 各赏十亿三百户 黄金百金 并拜陈汤为摄生校尉 甘岩寿为长水校尉 陈汤用自己的大胆和才能 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 奏响了 即汉武帝远征大渊之后 大汉在西域的 又一次铁血强音 话说这陈汤击杀智之蝉鱼后 乌汉野蝉鱼也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心情颇为复杂 一方面 他的对手智之蝉鱼被陈汤锁诛 可另一方面 汉帝国依然强大 自己更不能得罪了 这一年 忽汉野蝉鱼匆忙南下入朝臣服 并且主动求亲 要做汉朝皇帝的女婿 在这之前 由于汉若胸强 每一次和亲 皇帝都要选取宗室女子 设为天子异女 远嫁塞外 但这一次 刘氏没有再依寻先例 而是挑了个宫女 由此 一位美丽的女子 登上了历史舞台 她就是王昭君 王昭君出生的时候 正值昭宣盛世 可惜 盛世从来只是 全门贵胄的秀场 平头老百姓的日子 只能说 勉强过得下去 成年后 她以梁家子的身份 入选宫中 后宫中的女子 个个如花似玉 争强好胜 王昭君根本没有机会 见到皇帝 听说皇帝 选人先看画 有不少人 拿钱贿赂画师 可王昭君 根本拿不出钱来 毛颜寿 是宫中有名的画师 非常贪财 宫女给的钱多了 她就画得美一点 给的钱少了 她就画得丑一点 王昭君没有钱 毛颜寿 就在她的脸上 点了一颗黑痣 一晃数年过去了 同来的宫女 一个个都有了前途 只有她 依然无人问津 辽落古行宫 宫花季莫红 呼喊爷蝉鱼 来向皇帝求亲时 昭君已经在 寂寞的深宫中 度过了五年 听说匈奴缠鱼 来求亲 所有人都吓得 花容失色 在他们眼里 匈奴人 都是如毛隐穴的蛮蚁 塞北是苦寒之地 打死都不愿意去 只有王昭君 站了出来说 我愿意 在一众汉臣 和匈奴使节的注视下 王昭君 缓缓步入大殿 朝皇帝 深深拜了一拜 他的身影 仿佛一束光 照亮了整个宫廷 聚集了所有人的目光 王昭君到底有多美呢 史书中啊 用了十六个字 形容他 风容亮世 光明汉宫 顾影徘徊 耸动左右 所有人都看傻眼了 刘氏在内心惊呼 宫中居然有 这等角色女子 乌汉宫也缠于 喜行于色 汉朝皇帝 真是大方啊 将这样一位 绝色女子赐给我 赚大发了呀 他立即带着匈奴士团 向皇帝鞠躬 谢陛下赐婚 刘氏很想将他留下呀 但现在已经晚了 回宫后 他越想越懊恼 自己后宫有这样的美女 之前怎么没发现呢 他让人拿来 王昭君的画像 一看才知道 画像上的王昭君 和本人相差极大 刘氏极为恼怒 转身就把画师 毛岩寿被杀了 可惜啊 即便杀了画师 王昭君也留不住了 在汉朝官员的护送下 王昭君穿上 胡球红披风 坐上了 去往赛北的资车 看着车外 白草凋敝 云雁难行的 北国秋景 王昭君 潸然泪下 他心中万千思绪凝结 拿出心爱的琵琶 拨动琴弦 弹唱了一首歌 秋暮七七 齐夜未黄 游鸟畜山 急于包丧 养育羽毛 情戎生光 既得生云 尚有取房 离宫绝矿 身体催藏 执念一尘 不得携行 虽得尾时 心有彷徨 我独一河 来往汴长 天天之夜 远及西腔 高山鹅鹅 河水泱泱 不兮 母兮 道理悠长 乌乎哀哉 忧心 测伤 一路上 风吹草堤 现牛羊 一路上 无边黄沙 滚滚来 诗情的刘氏 望着车队远去的背影 依依不舍 原代戏曲家马志远 写过一篇《汉宫秋》 其中有一段 刘氏在坝桥送别昭君时的 内心独白 他他他 伤心慈汉主 我我我 携手上和粮 他不从入穷荒 我鸾鱼 反咸阳 反咸阳过宫墙 过宫墙 绕回廊 绕回廊 进郊房 进郊房 月昏黄 月昏黄夜生凉 夜生凉 气寒江 气寒江 绿沙窗 绿沙窗 不思量 王昭君走后四个月 刘氏病倒了 刘氏二十六岁登基 虽身为天子 却一生气韵不佳 似总有乌云 笼罩其上 他在位的十六年 天灾人祸不断 即位当年 关东十一郡国 发大水 民机 人相识 第二年春 隆溪地震 拜成锅 回祖庙 压杀民众 同年秋 地震再起 山崩地裂 水泉涌出 北海泛滥 百姓困顿 四处流亡 第三年 旱灾 诸牙启事 诸献反叛 第五年 天有一星 庄稼欠收 寒霜浦降 第六年 天下饥荒 第八年 地震 第十年 黄河绝口 滔滔河水 奔流四野 民众死伤无数 第十三年 黄河再绝口 淹没四郡 三十二县 洪水 吞没十五万情 土地 冲毁民房 四万多所 咱们翻下史书 就可以看出来 刘氏即位后 几乎每一年 都会有天灾人祸 大自然无情地 玩弄着刘氏 他执掌的江山 多灾多难 这让他是战战利利 素叶思过 他减省膳食 彻减岳府 但也不能挽救 日益衰退的 大汉王朝 由于他的软弱和犹豫 外戚势力全面崛起 最终在四十多年后 结出了恶果 靖宁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 三十三年五月 汉元帝刘氏 在魏阳宫去世 中年四十二岁 太子刘傲正式登基 视为汉成帝 我们说王朝有王朝的周期 历史有历史的规律 实际上从汉元帝开始 帝国就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刘傲继位后 母亲王政军顺利成了皇太后 执掌最高权力 他的兄弟们相继封侯 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 从汉元帝开始 西汉的皇帝都算是在历史中间 跑了个龙套 因为主角光环 已经渐渐飘去隔壁家了 在西汉的历史上 王政军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前面咱们说过 刘傲能当上皇帝 跟他的爷爷汉宣帝刘荀 有很大关系 刘傲四岁时被立为太子 从小就品行端正 谦虚好学 脱手他父亲的喜爱 话说这某年某月某日 元帝紧急召见儿子刘傲 刘傲从宫门出来 一看眼前是专攻天子走的迟道 只得绕了一大圈 结果迟到了 元帝就很生气 则问他 朕让你赶紧来 你为何现在才到啊 刘傲赶紧跪地解释 儿臣是因为不敢穿越天子迟道 绕了远路 这才来迟 元帝一听 哎呀 儿子竟然这么懂规矩啊 心中很是欣慰啊 以后他就允许太子 可以穿过迟道过来 可惜啊 等刘傲长大一些后 却渐渐沉溺于酒色之中 不思进去 换句话说 他堕落了 刘氏的弟弟中山王 刘靖去世 太子刘傲奉命前往吊宴 临行前 刘氏一见刘傲 触境生情 又忍不住悲伤起来 但当他发现刘傲 一脸平静的样子 气势不打一处来呀 愤愤地说 难道你的心就不是肉掌的吗 连仁慈之心都没有 怎么做天下百姓之父 刘傲这下呢 吓得不敢答话了 史丹赶紧把责任 揽到自己身上 免官谢罪道 这都是臣的主意 臣见陛下太过悲伤 就嘱咐太子 面见陛下时 切勿流泪 以免影响陛下的情绪 刘氏这才渐渐平息了怒火 刘氏一直对刘傲不太满意 到后来他宠爱的傅昭仪 给他生下了儿子刘康 话说这刘康的艺术造诣很高 吹拉弹唱无不经通 父子二人呢 经常搞一场小型的演唱会 原帝对刘康越看越满意 于是有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有一次原帝生病 想听音乐散散心 他让人在殿中放了一面鼓 自己坐在殿前的栏杆上 拿铜丸去制 每次敲中 大鼓都发出咚咚的声音 节奏庄严而富有韵律 原帝一时兴起 玩得是不亦乐乎 让身边的其他人也试试 结果身边的人视了一圈 没一个人能做到 像原帝这么有节奏 当然啊 多把是不敢 见此情景 定陶王刘康站了出来 说 我来试试 刘康在音乐方面是内行 对节奏韵律 颇有研究 他拿着铜丸 顺手一丢 韵律节奏 和原帝的是一模一样 原帝这下笑了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呀 史丹一看情况不对 立马站出来劝谏 陛下 真正有才的是 孔子所说的 敏儿好学 温古之心 比如太子这样 如果擅长音律也算有才 那宫中的乐师 都可以做成像了 史丹这一番话 把原帝说得是哑口无言 只好笑了笑 不再提了 那年 原帝病重 情况不太妙 傅昭仪和刘康的 政治究决很敏锐 母子二人 日夜在皇帝跟前侍奉 并且秘密安排人手 将王正军和太子刘傲 拒之门外 很明显这是要抢班夺权的节奏 原帝也知道 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眼看刘康在身边伺候 依不解怠 他向身边人 透露了想要更换太子的心愿 王正军和刘傲得知消息后 就慌了 怎么办呢 这下可怎么办呢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刘康上位 关键时刻 幸运女神再一次垂青了 王正军母子 汉原帝最信任的大臣史丹 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闯进原帝寝宫 顿手替气而言 皇太子明闻天下 臣民归心 今晨听闻陛下有费力之意 可有此事啊 原帝看着他 不知可否 那你怎么看呢 史丹痛哭流涕 一脸悲愤 若是这样 请陛下先赐死臣吧 原帝见状 长叹一声道 这些都是外奸的流传 没有的事 王皇后做事谨慎 没有过错 先帝又疼爱太子 朕岂敢违背先帝之意 就这样 在史丹的坚持下 刘傲保住了太子之位 王政军也保住了皇后的奉官 刘傲刚上台 荒衡又坐不住了 他翻出陈汤当年贪污仪式 继续弹劾陈汤 设生校尉陈汤 以两千旦官员的身份出示西域 专门负责西域蛮夷事务 他不能持身以正做部下的表率 反而盗取没收的 康居王国财物 并对手下说 天高皇帝远 万里之外发生的事 不会核查追究 事情虽发生在大赦之前 但他这种人 还有什么资格当官呢 于是陈汤被削去校尉君职 只保留了爵位 困居府邸的陈汤不甘寂寞 有一天 他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 尚书皇帝声称 康居送来的质子 其实是个冒牌货 有这等事 皇帝就很重视 派专人喝茶 结果证实 人家送来的不是冒牌货 这下子呀 陈汤麻烦可就大了 胡说八道 挑拨离间 七君之罪 三罪并法 他被判了死罪 下了大狱 这样一个威震西域的大英雄 竟然被人诬告 要被砍头 有人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就为陈汤求情 说当年啊 陈汤攻破三层城墙 才斩杀了匈奴蝉鱼 洗刷大汉百年耻辱 回来后 却被关入大牢 后来匆匆封赏了事 现在又要杀他 不怕为国立功的人心凉吗 这个人啊 这个人啊 叫古勇 身份是太中大夫 古吉的儿子 烈士的后代 大家可能还记得古吉这个人吧 想当初啊 古吉送智之禅玉 在长安做人质的儿子回国 结果一到地方 就被智之禅玉给砍了 朝廷一直在打听古吉的下落 直到八年后 陈汤与甘岩寿 带着西域各国联军 兴兵学取 把古吉遗物送了回来 换句话说呀 这陈汤就是古勇的大恩人 滴水之恩 当勇拳相报 眼下恩人受难 古勇不能见死不救啊 在古勇的坚持下 刘傲免去了陈汤死罪 但绝位没有了 又变成了一个普通大头兵 辛辛苦苦几十年 陈汤心里蒙体多郁闷了 此时的他是心灰意冷 一行阑珊 感觉人生也没有了笨头 就在陈汤郁闷的当 曾经不可一世的宦官石险 也遭到了报应 大家都知道 石险最大的靠山是汉元帝 而如今刘傲当了皇帝 石险失去了倚靠 自从这刘傲当了皇帝 大宦官石险也就没有了靠山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有人敢撕他了 第一个站出来手撕石险的 是他曾经的小弟 框衡 作为凿碧偷光的主人公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 框衡的职业生涯 框衡是东海郡城县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临一人 没有显赫的家事 祖辈以务农为生 都说寒门出贵子 小时候的框衡 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 汉代虽然没有科举制 但自霸出百家 独尊儒术后 只要书读得好 能够通《易经》就能做官 按照汉书的说法 读书人如果能够通晓经术 想要取得高官后路 那就像石许地上的草芥一样简单 框衡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有读书求学这一条路 由于他白天要干活 只有晚上才有时间读书 然而框衡家贫如洗 买不起赵明用的灯油 那怎么办呢 聪明的框衡就想了一个办法 偷偷地在邻居家的墙壁上 凿了一个洞 借邻居家的光来看书 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成语 凿必偷光 两千多年来 这个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框衡也由此成为 勤奋好学的榜样人物 这个故事出自《西经》杂技 按照这本书的风格 凿必偷光虚构的可能性极大 不过框衡从小用功读书 却是事实 同乡有个大户人家不识字 家里却收藏了很多书 框衡为了读书 主动上门去做人家的冤工 不要一分钱工资 副主就奇怪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框衡说 我只想通读你们家所有的书 副主被他感动 借书给他 终于学有所成 为了学习 框衡辩访名师 拜了当时的博士为师 专门学习诗经 他非常努力又勤于思考 所以对诗经的理解十分独特透彻 当时的文化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无说诗 框鼎来 框说诗 解人仪 什么意思呢 没人解说诗 那就请框衡来 只要听框衡解说诗经 就能够使人眉头舒展 心情舒畅 由此不能看出 框衡对于诗经的理解之深 我们都知道 汉武帝时期设立了五经博士 规定了凡精通一门经学以上的 即可通过考试当官 如果考中甲科可为郎中 考中乙科可为太子社人 考中秉科呢 就只能补文学掌控 不得不说呀 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考试 比如说框衡 他虽然学问大 却不是一个硬式型选手 一连考了九次 最后才勉强中了秉科 混了个平原文学掌控的官 可由于框衡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 许多人就为他抱不平 纷纷上书朝廷 说这框衡是知名的学术大咖呀 国内少有的诗经研究专家 让他去地方任职太屈才了 这一来啊 动静就大了 朝廷让太子太父肖旺之 去调查这个框衡 到底有何能耐 肖旺之决定亲自面试框衡 为了这次面试 框衡做了充足的准备 他是侃侃而谈 引经据典 让肖旺之大为惊叹 肖旺之就赶紧上奏皇帝 说框衡精通精学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肖旺之也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啊 能获得他如此好评 框衡似乎看到了希望 可惜的是 当时的皇帝是汉宣帝 他不喜欢儒生 一直掉令下来 框衡还是被打发去了地方任职 不过 框衡也不算吃贵 因为在这场面试中 他遇到了一生最重要的贵人 太子刘氏 刘氏从小他就喜欢儒生 他旁听了这次面试 这个侃侃而谈的年轻人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 汉宣帝驾崩 太子刘氏继位 辅政大臣史高 向刘氏推荐了框衡 刘氏马上想起了他 一纸调令 将他调到了中央 成了一名郎中 到了长安 框衡多年苦读积累的学问 一下子就有了用物之地了 他频频上书发表意见 还经常引用六经 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每次开会的时候 框衡总是引经违据 谈谈而谈 他认为 六经是圣人用来 同览天地之心 分辨善恶的标准 明晓吉凶的区分 通向人道的正路 使人不违背自己本性的著作 如果能考察六亿的要旨 就会懂得人与天之间的 关系和规律 并使之和谐 花草树木 昆虫鸟兽 就能够得到繁殖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刘氏本来就好如数文词 很快就被匡衡的大师范 给征服了 成了他的小迷地 在皇帝的提携下 这个穷苦出身的读书人 以火箭般的速度被提拔 陆续升为博士 几世忠 刚到朝廷任职没多久 长安城就发生了日食和地震 框衡趁机上书皇帝 臣述朝政得失 建议皇帝勤俭节约 亲忠臣远小人 这本言论很有利于 明君形象的养成 刘氏看后 龙颜大跃 随后又把他提拔为 光禄大夫 太子少妇 接下来的几年里 框衡不断上书 刘氏是越来越喜欢 先后提拔他为光禄勋 御使大夫 最后终于达到了 仕途的顶峰 丞相 并被封为乐安侯 长安月下 最卧在灯火辉煌的豪宅府邸中 春风得意的匡衡 不知可曾回忆起 那漆黑的乡下 少年借光苦毒的背影 功成名就的匡衡 很快就显出了人性中 阴暗的一面 那时候啊 实险靠着皇帝 对他的无条件信任 权倾朝野 一手遮天 不少人为了保住 自己的权势和地位 选择了跟实险同流合污 框衡也不例外 他投靠了实险 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 到了汉成帝时代 实险失势了 这天 刘傲召见实险 开门见山地说 长信公缺个中太仆 你去做吧 实险这心啊 顿时就量了半截 跟中书令比起来 长信中太仆 就是个养老的职位啊 没办法 皇帝的意志不可违抗啊 实险只得乖乖地赴任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然而 实险最终还是没能补上 长信中太仆这个空缺 他刚一倒霉啊 这丞相匡衡 预指大夫张谈 便立刻行动起来 联名上奏 逐条罗列实险的罪状 且告的不是一个 而是一窝 连实险的彭党 老梁 陈顺 五路冲踪 一家等人 也意气告了 刘傲刚刚上任 工作积极性是特强 工作效率越高 很快 这判决书呀 就下来了 老梁 陈顺免官 五路冲踪 贬为玄途郡太守 一家贬为燕门郡都尉 实险的官职呢 则被一炉到底 带着妻儿老小 回了原籍 长安 又流传开了一首 新的歌谣 一喜燕 陆喜图 去老与陈时无骨 意思是 这些人呢 终于滚蛋了 可见百姓 对实险及其党羽的痛恨 实险一路上啊 是越想越郁闷 还没到老家 就活活地被气死了 扳倒了实险 宽衡张潭等人呢 自以为得计 不仅洋洋自得 不料 有人对宽衡和张潭的 政治投机行为很不爽 决定向这俩人开炮 这个人叫王尊 堪称汉朝 第一职臣 王尊的人生经历啊 跟宽衡有的一拼 他少年丧父 依靠叔伯为生 叔伯家的日子 也过得是很艰难 他只能去放羊 为了改变自己 放羊咱老婆生娃 再放羊的命运 王尊是忙里偷闲 刻骨学习 13岁时 王尊出门打工 到地方监狱 谋了个小笠的工作 后来又做了 太守府的小笠 工作期间 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卷宗 王尊把这些别人眼中的破烂 当成宝贝 守不试卷 日夜攻读 有一次 郡守问他 诏书相关事宜 王尊对答如流 得到郡守重视 转岗负责郡里的监狱文书事宜 就这样 王尊一步一个脚印 这一集啊 咱们接着来讲 王尊 王尊在地方任职时 有一女子 状告杨子长期强奸养母 还经常抽打她 王尊抓来杨子审问 对方公认不讳 王尊铁了心 要研办这个案子 可惜大汉律法 对此没有明确的惩罚条例 王尊研究了半天律法后 告诉大伙 律法没有规定 那是因为圣人不忍书写 随后 他让人把杨子绑到树上 让手下人放箭 活活地把对方射成了刺猬 王尊当安定郡太守时 第一件事 就是在辖区内张贴布告 请辖区官员端正态度 用心待民 以前贪婪的 能改过就可以得到原谅 继续犯法地必造严惩 能力不足的官员 请自己主动让钱 不要站着毛坑不拉屎 影响有能力的官员做事 一个月后 郡里管理祭祀的官员 应贪污被捕 死于狱中 在其家中 起货赃款百万 这一批力手段 威震郡中 官员们再也不敢犯法 豪强盗贼 纷纷搬到了乡邻的郡县 一时间 安定郡中 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没过多久 王尊就因执法太严 被举报后面关 几年后 边境不稳 朝廷急需人才 于是重新起用王尊 将他的文旨 变为武职 出任护枪将军 转任校尉 在一次护送军两头中 从枪人叛乱 王尊被数万枪兵包围 他毫不畏惧 振臂一呼 率领数千人出击 击溃叛军 却被朝廷以擅离部署之罪 侍奉大赦 罢为民 回了老家 卓郡太守徐明 替王尊干了可惜 他上书皇帝 以王尊之才 朝廷不该启用 在他的推荐下 王尊再次被朝廷征兆 出任地方官 王尊有一次外出视察 经过一个叫九折坡的地方 这段路啊 险峻无比 前任刺士王阳 曾乘车经过这里 感慨道 身体发肤受制于父母 怎么能到这种地方冒险呢 于是折返 王尊问当地官员 这就是连王阳都位居的九折坡吗 官员们点头 说没错 王尊于是大声命令车夫 由我向前冲 王阳是孝子 我王尊可知忠臣 个行其事 谁都没有错 马车从九折坡 飞驰而过 幸而没有出事 几年后 王尊被安排去 当东平王的国相 这个东平王叫刘宇 是宣帝的第四子 元帝的亲弟弟 从小就被封王 宣帝死后 刘宇去封帝救国 当他年轻气盛 不尊礼法 经常惹祸 这东平王有多混账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元帝死后 刘宇没什么悲伤的感觉 连装样子都懒得装 智丧期间 刘宇喝酒吃肉 浸女色 一样都没耽误 还跟别人说 新天子年少 不能治理天下 恐怕连守孝都做不到 还不如让我来当这天子呢 刘宇的一位机械 向朝廷告发 居然被他弄死了 有官员奏请代步刘宇 新即位的汉成帝 却对他这个四书 是从轻发落 只是下旨削了 东平国下下的两个县 过了几年 成帝念旧情 又还了这两个县 这样一个刺头 王尊能想得住吗 王尊一到任 就拿着皇帝的诏书 去东平王府宣诏 除了这东平王 却故意晾着王尊 磨磨蹭蹭地 不出来接纸 这王尊也是个直脾气 扭头就走 在招待所吃过午饭 下午又来王府宣诏 宣完诏 王尊与东平王二人 分别落座 东平王让字节的老师 给王尊念了一首诗 诗经 国风 相鼠 相鼠有疲 人而无疑 人而无疑 不死何为 相鼠有耻 人而无耻 人而无耻 不死何意 相鼠有体 人而无理 人而无理 胡不传死 这首诗大意呢 是老鼠都有怜有疲 人却不知道礼仪 为什么不赶紧去死呢 当然 从标题上来看 也有讽刺王尊这个相 如老鼠之意 东平王想给王尊来个下马威 不料王尊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要拿着布骨过雷门 小样 就你这点把戏 在我面前就是小儿科 东平王屡次违反规定 私自出宫 无人敢制止 王尊警告王公的马队负责人 从今天起啊 东平王如果再私自出宫 你必须叩头劝阻 否则我唯你是问 又一次 东平王想出宫逛逛 果然被马队的官员阻拦 并告知是王尊的意思 东平王就很生气啊 对王尊起了杀意 没过多久 东平王请王尊入宫 要在王宫里找借口收拾他 王尊入宫 看东平王面色不善 傲然道 我来担任王相 亲朋故旧都来安慰我 认为我不容于朝廷 所以才得了这个差事 别人都说您很勇敢 却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我却觉得 依仗显贵的勇敢 不是真勇敢 像我这样 为了国家不惜生命的人 才是真勇敢 东平王是勃然变色 对王尊说 听说你的配刀不错 可否让我一关 王尊哈哈大笑 对东平王身边随从说道 我如果持刀向前 必然会落个 刺杀诸侯的罪名 也许会被当场格杀 这把刀还是你们替我 承给大王吧 他双手举刀 其间交给了侍者 东平王诡计被识破 一时也没了辙 只好解释 我没有那个意思 相军未免多疑了 东平王的母亲 公孙杰宇 也不愿看到儿子 受之于王相 给皇帝打了个小报告 王尊居傲 东平王不能忍 早晚会除掉王尊 我不忍心看到 东平王因杀人而受到惩罚 进而连累到我 所以请陛下 先让我死了算了 原帝为了给公孙杰宇 一个交代 只好免了王尊的官 贬为庶民 后来在王凤帮助下 王尊才回到了中央 做了私立校尉 而这次 王尊一旨上书 将政治投机客 宽恒和张弹给告了 话说这投机客 宽恒和张弹 见这个实险啊 没有靠山了 就赶紧向皇帝卖好 把这个实险给弹劾了 可没想到的是 这王尊呢 又一纸上书 把他俩给告了 王尊在奏折中说 丞相宽恒 御使大夫张弹 明明知道实险专权 危害朝野 那时候不敢弹劾实险 反而阿谀奉承 违背作为大臣 应有的责任 这是大逆不道啊 现在这两人弹劾实险 也不先反省自己的罪过 反而张扬先帝 任用全臣的过失 甚至妄言 什么百官畏惧实险 甚至超过了皇帝 这种悲君尊臣的言论 有失大臣提统啊 这封弹劾奏折 可谓一针欠血 直击要害 宽恒是老脸一红 无言以对 只能上书谢罪 请求并退 还把丞相常乐侯的印寿 也交上去了 刘傲刚刚继位 不想这么快 就惩处先帝重用的大臣 于是下旨安慰宽恒 还特意赐给他 上等的酒和牛肉 封不过后 宽恒虽然继续负责朝政事务 但在同事中微信大事 大伙私下都认为 王尊说得对 宽恒也听到了这些议论 脸上感觉是火辣辣的 紧接着 坑爹的儿子出场了 宽恒的儿子 宽昌 有一次喝醉酒后杀了人 被逮捕入狱 宽昌的弟弟 居然纠结了一帮小弟 准备劫狱 救出宽昌 这事儿被人告发后 宽恒吓坏了 他赶紧摘了官帽 光着脚跑去向皇帝请罪 看在宽恒这么诚恨的份上 刘傲最终宽恕了他 如果宽恒有足够的政治敏锐性 这个时候就应该急流涌退 主动告老还乡 可尝到了权力滋味的他 却对官场恋恋不舍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儿 最终让宽恒身败名恋 事情是这样的 有人向刘傲爆料 当初先帝赏赐宽恒 安乐侯的爵位时 还给了他三千一百请的封地 但宽恒投机取巧 用一幅错误的地图 偷偷地另将四百请土地 也据为己有 有这等事儿啊 刘傲命人调查 结果发现证据确凿 不仅勃然大怒 宽恒老匹夫 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 随后 宽恒被降为庶人 打发回了老家 最后欲语而终 汉叔把宽恒和章鱼 孔光等一并列转 并在最后发了一通议论 说这些人都是凭儒学 而位居丞相 他们平时穿儒生衣冠 传授先王所语 博学宽容 品行厚重 然而实际上 却为保全自己奉度官位 而蒙受阿谀奉承的讥讽 他们处处以古人的行为准则 来要求别人 可他们自己做到过吗 宽恒的故事 咱们先翻过去啊 我们接着说王尊 王尊弹劾宽恒和张弹二人 结果皇帝将这封举报信 搁置不理 反倒将王尊贬为高陵令 王尊气不过呀 上任没多久就申请并退 再一次回了老家 汉成帝建世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三十年 大盗彭宗 纠集了数百人 在长安城附近 萧聚山林 诛杀官吏 断绝交通 长安为之震动 成帝令红龙太守 傅刚为校尉 率一千弓箭手 前往搜捕 历时一年而无果 先后两任经兆尹 皆因镇压不利 被免关 第二年 眼看剿匪毫无进展 王凤再次向朝廷 举荐了王尊 朝廷随后 征召王尊为临时经兆尹 王尊上任后 大开杀戒 仅用一个月时间 就平定了这伙强盗 长安城的治安状况 也有了好转的迹象 王尊因为在剿匪中 表现出色 顺利转正 成为经兆尹 任期三年 一次 王尊外出巡视辖区 有一男子拦路喊冤 说豪强许仲 带着十几个人 杀害了自己的哥哥 然后大摇大摆回了许家 当地官员明知此事 却不敢到许家抓人 王尊回长安后 向皇帝报告了此案 他在奏书中说 豪强部欺凌弱小 宽大之政 才可实施 和平之气 才可通行 律师大夫张忠 上书弹劾王尊 说他残暴傲慢 王尊再一次被罚冠 胡宪三老 看不下去了 他们连命上奏 为王尊辩护 说这王尊为经兆隐 诸灭凶暴 制止邪恶 功绩前所罕见 却没有受到特别的奖赏 如今律师大夫 指控王尊傲慢七天 究其来源 这些指控 都是出自律师城杨府 而杨府一向 与王尊有私怨 他利用直权 罗知罪名 诬陷王尊 然而我们所看到的王尊 却是连结自爱 一心畏攻 不畏将相 不必豪强 功勋捉住 忠于职守 实乃国家之动量 当初王尊在京师 秩序混乱 法令不行 盗匪风起之时 被推选为贤财 受到征兆挑起重任 现如今 盗匪叛乱既已铲除 大奸巨华 也都服罪 他却被指控 奸佞狡猾 而遭罢处 同样一个人 短短三年之内 便风平大转 岂不是太过分了 请陛下明察呀 切莫令忠臣蒙冤 接到三老的联名尚书 刘傲也有所触动 齐把王尊 为徐州刺史 不久前东郡太守 在东郡任职期间 由于连月降雨 黄河盟长 快要冲破了 铺子金堤 民众纷纷奔走 躲避水灾 王尊带领官员民众 亲自到前线抗洪 祭祀水神和博 并请以身填金堤 为了指导前线抗洪工作 王尊甚至睡在金堤上 奈何水师凶猛 即将满堤而出 官民四散而逃 王尊持玉龟 立于堤上 向上天祈祷 愿以身殉堤 患得黄河安宁 也许是王尊的诚意 感动了上天 水位随后逐渐下降 灾情消除 当地民众联合上书朝廷 为他请功 经过一番考察认定 朝廷专门对他进行嘉奖 东郡河水泛滥 毁坏金堤 百姓惶恐奔走 太守王尊生当水冲 屡直尺之难 不必危待 以安众心 立民赴还就坐 水不为灾 朕甚加之 至尊重两千弹 加赐黄金二十斤 王尊的故事 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 下一集我们来看看 郁闷的陈汤 这一集咱们来讲一讲 双面英雄陈汤 陈汤被贬为大头兵没多久 西域风云再起 一向与汉帝国关系不错的乌孙发兵 将西域都护府团团围住 都护段慧宗就紧急向中央请求 蒸发西域各国部队与敦煌驻防部队前往救援 消息传回长安 大司骂王凤 丞相王商紧急召集百官 开会研究了好几天 没人能拿出一个主意来 正当这大伙手足无措时 王商想起了陈汤 告诉皇帝 陈汤想来主意多 又熟悉西域事务 可以把他叫来问问呢 很快 陈汤就被传到魏阳宫的宣誓 等候皇帝召见 由于在西域征战时 受了风寒 陈汤的手臂落下了后遗症 不能屈身 行动很不方便 见到陈汤时 刘傲不胜唏嘘 免去陈汤行大礼 把段慧宗的急信交给陈汤过目 问他有何计策 这心里憋了一肚子气的陈汤啊 正愁没地方撒呢 故意嘲讽道 陛下这跟前不是猛人就是牛人 我现在就已残废 哪里轮得到我来议论国家大事呢 刘傲则呵呵一笑 国家有急 别那么多牢骚 陈汤只说了一句话 陈汤放心 出不了岔子 刘傲有点懵啊 此话怎讲啊 这陈汤呢就侃侃而谈 我在西域待了那么多年 深知西域军队的底气 西域胡人装备不行 刀顿五持 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西域兵 即便现在他们学了汉军的技术 一个汉兵仍然可以顶三个西域兵 乌孙军队人数没有超过汉军的两倍啊 肯定是胜不了段将军 陛下尽管放心 刘傲半信半疑 这么说不必派援军前往了 陈汤说 部队轻装俭从 每天能走五十里 要是带上资重 每天最多走三十里 现在即便从敦煌发兵救援 也是援水解不了尽可 去报仇还可以 如果是救急啊 那就没有必要了 刘傲这下还是不敢确定 那你估计段慧宗几时可以解围呢 陈汤很清楚乌孙兵的战斗力 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能久攻 过不了几天啊就退了 他故意搬着手指头算了一会儿说 西域都护之为遗节 不出五日啊 捷报就会传来 果然到了第四天 前线的捷报就送来了 西域之为遗节 陈汤的料事如神 让大伙再一次刷新了对他的认识 大司卯王凤将陈汤提拔为从事中朗 成为大将军幕府的首席军事参谋 陈汤精通法令 又善于殷势力道 他的建议啊 常被皇帝采纳 成了刘傲身边的红人 头脑活泛的他 开始经营副业 靠给别人写奏章 挣外快 不妨啊 咱们来举几个例子 皇太后王正军啊 有个同母义父的弟弟 叫狗餐 任水恒都尉 狗餐死后 儿子狗急 混了个适中 狗餐的老婆 想替儿子求个风诀 找到陈汤 陈汤就收了他五十斤黄金 答应帮忙 红农郡太守张匡 被人举报贪赃百万以上 狡猾奸诈 刘傲派人找他谈话 张匡怕被下大狱 就找陈汤帮忙 陈汤替张匡打官司 如果能拖过冬天 答应给陈汤两百万钱 作为酬谢 为什么要拖过冬天呢 很简单啊 汉朝执行死刑 一般是在冬天 只要熬过冬天 就能多活一年 还有可能碰到大赦 这样的破事啊 陈汤七七八八地 干了不少 陈汤挑有广泛 和工程总监谢万年很熟 刘傲一开始啊 想把陵墓建在阎岭 后来又看中了霸陵驱庭 准备在那里修昌岭 两个人呢 都想从中捞点好处 谢万年就和陈汤商议说 武帝时的工匠杨光 搞了好几个大工程 武帝高兴啊 升他为匠座大匠 大司农忠诚 耿寿昌修建杜陵 宣帝赐他关内侯爵位 匠座大匠陈马延年 因为劳苦享受两千担待遇 如果皇上在昌陵设立灵异 我就可以立大功 受重赏 你的老婆孩子也都在长安 难道老了还要回关东吗 不如上书请求 前往昌陵 还能赐田宅 何乐而不为呢 想必大家还记得啊 为了压制地方豪墙 武帝要求将关东豪墙 迁徙到黄陵附近 到了汉原帝时 作为对豪墙的妥协 朝廷停止了 长期执行的迁徙政策 于是呢 陈汤就向皇帝上奏 昌陵乃京师肥鱼之地 可立一线 朝廷已经有三十多年 没有在陵园修建建议了 如今关东富人日益增多 他们大肆圈占良田 让穷人为他们打工 这样啊 富者欲富 穷者欲穷 不如把富人迁到昌陵 既加强了京师的力量 又削弱了诸侯 还能够缩小贫富差距 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陈汤愿以身作则 将家里老小前往昌陵 陈汤的奏章啊 为我们揭示了当时 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就是地方豪俗 正在大规模兴起 他们巧取豪夺 兼并土地 导致大批贫苦的自耕农 失去田宅 扩产流亡 沦为游民奴隶甚至盗贼 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和谐 当时的情势呢 是富者田连千墨 贫者无利贼之地 贫富差距之大 令人炸舌 事实上啊 整个四百年的汉王朝 就是一部 皇权与豪族的博弈事 西汉的父王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地方豪强崛起 架空了皇权 这豪强又是怎么来的呢 他为什么会在 与皇权的博弈中 占据上风 这是一个宏大而深刻的议题 咱们会在后面 好好地挖一挖 让大家看清 西汉帝国的密码 陈汤此举虽是为自己牟利 却也在一定程度上 使缓了西汉末年 豪强兼并土地这一过程 刘傲一听呢 觉得陈汤说得有理 于是批准修建昌灵义 这年夏天 刘傲下令各地家产 五百万以上的富豪 约五千户 强制迁往昌陵 这是一个大项目 谢万年信心十足 结果实地考察后发现 昌陵这个地方 地势低洼 需要先从别处 挖山取土来加高 当初谢万年拍着胸脯说 三年之内保证完工 结果搞了五年 还没有把工程建起来 耗费钱粮蒸发摇曳 惹得是怨声载道 刘傲在各方压力下 停止了昌陵工程 仍用严领 大臣们又奏请 一并废除灵意 刘傲说呀 自己需要考虑考虑 有人问陈汤 昌陵还没建成 皇上还会迁徙百姓吗 陈汤随口就说 皇上不过是暂时顺着群臣而已 等风头过了呀 千禧的事肯定还会进行 成都侯王商 一直看不惯陈汤的德性 听到这话侯啊 就立即跑去向刘傲告状 说陈汤妖言惑众 应该抓起来严加审讯 看在陈汤当初斩杀 置之禅玉的份上 刘傲下诏 将陈汤贬为庶人 和谢万年一起发配敦煌 不久之后 敦煌太守上奏 为陈汤讲情 说陈汤以前啊 朱砂置之禅玉 威震西域 不宜待在边赛 没办法 陈汤名声太大 把这样一个曾经 威震西域的猛人 发配边境 会让西域一敌 轻视汉潮 这无疑啊 有损大汉的威严 刘傲觉得有理啊 又把陈汤 前往安定 陈汤虽然结醒有亏 但毕竟是帝国功臣 和民众心目中的偶像啊 朝中义郎 耿裕也站出来 力挺陈汤 他说啊 如今西域通道畅行 将陈汤流放敦煌 难免会让 制之禅玉的残裕分子 耻笑 汉朝出使外国的使者 无不以陈汤诛灭 制之禅玉的壮举 宣扬我大汉的国威 当今天下 论文制 没有文帝时的富裕 论武功 没有武帝时的赫赫名将 唯一拿得出手的呀 只有一个陈汤 就这样一个人 朝廷还不给点面子 耿裕的话呀 很有分量 你让这样一个功臣 落得死无葬身之地 以后还指望 谁来给朝廷卖命啊 刘傲最终同意 将陈汤调回长安 陈汤回了长安 死后再也没有传出他的新闻 多年后 他在孤寂中去世 王莽篡位 当上新朝皇帝后 对这位当年帮助过自己的老朋友 是念念不忘 追封陈汤为破湖壮吼 这几个字 恰如其分地 概括了陈汤最为辉煌的人生传奇 千秋万岁鸣 寂寞深厚事 陈汤的一生啊 既有穷困潦倒 又有壮怀激烈 既有沙场辉煌 又有暮年悲凉 既有轻视流明 又有毁于参半 辉煌壮丽的传奇 与贪婪复杂的人性 交织在一起 勾勒出了一个 真实的陈汤 这一集啊 我们来讲一讲 汉朝顶级的外戚家族 王家 前面咱们讲过呀 公元前七十一年 元城也就是今天的邯郸大明 一个王姓人家生了一个女孩 她最终踏入汉宫 成了原帝的皇后 她的名字就叫王正军 西汉后期的一切兴衰 都与她密切相关 公元前四十八年 宣帝去世 原帝刘氏即位 王正军任皇后 外戚王氏集团 开始形成 成帝刘傲即位后 王家舅舅们 开始在西汉政坛上 全面崛起 这王家究竟有多猛呢 王正军的父亲王晋 在王正军封皇后的时候 就被封了杨平侯 这个王晋啊 没什么别的本领 只有一点 那就是特别能生 有八个儿子 四个女儿 王正军呢 是他的第二个女儿 刘傲当皇帝后啊 拜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 领尚书士 这是当年霍光的职位啊 王家的兄弟们 各个封侯败将 以大哥王凤为首 牢牢把持朝政 甚至创造了 一日封武侯的记录 分别是 王潭 王商 王历 王根 王冯石 是称武侯 王正军的八个弟弟 除了二弟王曼 也就是王莽的父亲 早逝以外啊 没有被封侯 其余人 全都封了侯 资质通鉴 记载了其家族势力之胜 郡谷首相 刺史 接出其门下 武侯 娇奢淫逸 声色全马 一个比一个奢侈 送礼的珍宝 四面而至 王家人还好事养贤 收养门客 为他们到处鼓吹 王室满门封侯 这在很多人看来 是很不合规矩的 当初刘邦创立汉朝时 曾立下过规矩 非有公者不得封侯 但王家这几位 却仅仅凭着 与太后的关系 就扶摇直上 让很多人不服气 刚好那年夏天 长安城是皇屋迷吗 估计是沙城豹 刘傲咨询熟悉 阴阳五行的大臣 这伙人呢 便借题发挥 说这是阴盛阳衰的缘故 当年高祖有约 非功臣不封侯 如今太后兄弟 无功受禄 违反高祖之约 所以上天示警 儒臣们的目的 也很简单 将矛头直指 王室众兄弟 想利用这场灾役 将王室集团拉下马 这王丰一看 决定以退为进 装模作样的尚书 陛下出即位 正值主少国仪之计 因此命臣领尚书事 本来也是权益之计 如今天降皇物 都是臣的过错 我愿意为皇物天象 承担责任 结果不出意外 被刘傲驳回了 刘傲说 朕设事未深 不明事理 才导致阴阳失和 日月无光 皇物弥漫不去 你现在把过错 都揽到自己头上 岂不是显得朕 更不贤明吗 你好好干啊 不要辜负朕的期望 好嘛 皇帝都这么说了 大臣们自然也不好 再反对了 王奉的位子 算是坐稳了 随后 王室家族在朝中 一步步扩大势力 逐渐把控了朝政 一次 有人跟刘傲谈起 光鲁大夫 刘相的小儿子刘欣 年纪不大 却学识渊博 是个好苗子 值得好好栽培 刘傲一时兴起 就让人把刘欣叫来 一见面啊 他就喜欢上了这个 英气逼人的少年 一轮面试下来 小伙子果然是聪明伶俐 一表人才 学问也相当了子 刘傲大喜 准备任命刘欣为中常事 换人取来官服 中常事啊 可不是皇帝身边的 小跟班这么简单啊 能混上这个职位的 都为皇帝特别信任的人 相当于帝国的后辈人才库 当时权贵子弟及姓陈 以势中为荣 张良的儿子 张辟强 金蜜迪的两个儿子 霍光 桑红阳 都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 不料这刘傲话说完了 左右侍从啊 愣是没人动 刘傲纳闷啊 问怎么回事 大家伙都说 这事啊不可草率 还是先问问大将军的意思吧 刘傲魂不在意 这点屁事还用问他吗 你们就按我说的去办就行了 话音未落 左右侍从扑通一声 跪下一片猛磕头 一定要让刘傲 先问过王凤再说 刘傲无奈 只好派人去通知王凤 不料却被王凤给否了 刘傲只好推而求其次 让刘欣代召患者数 为皇门侍郎 鉴于复杂诡诀的朝廷斗争 刘相担心儿子少年得志 忘乎所以 专门写了一篇 《借子心书》 因董仲书名言 来说明或因福生 或藏于福的道理 大义如下 心而谨记 不可疏忽大义 你没有立下什么丰功伪计 去承蒙皇上的厚恩 何以为报 董仲书曾说过 吊者在门 贺者在履 吊丧的人上了家门 那么贺喜的人 就要到里门了 他是想说 有了忧患意识 就会心怀恐惧 恭敬从事 而恭敬从事 就必然会有好的功德 他又说 贺者在门 吊者在履 这是说 享福会使人 骄傲奢侈 而骄傲奢侈呢 就会招致祸患 所以吊丧的人 也会随之而至 春秋时期 齐寝宫 以仗齐桓宫霸者的余威 对诸侯国 清漫无礼 耻笑 晋国使臣 博足 所以才有 马鞍山兵败的祸难 最后与臣子 互换了衣服 才得意逃脱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贺者在门 吊者在履 齐寝宫打了败仗 改过自新 爱护自己的百姓 从而申得人心 国父民强 诸侯归还了 从齐国夺走的诚意 这就是所谓 吊者在门 贺者在履 如今你少年得志 做了皇门侍郎 那些刚刚就职的官员 就要向你道贺 贵人来向你叩头礼拜 你只有怀着 灵渊履兵的工作态度 才可以免除祸患 当然 这是一位老父亲 对儿子的尊尊教导 至于年轻的刘欣 能否听懂这贤外之音 那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这王家全是滔天 可不是所有人 都愿意向他们低头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上一集 我们讲到 虽然这王家是全是滔天 但不是所有人 都愿意听他们的 不是所有人 都愿意向他们低头 比如说 我们今天要讲的 王商 王商呢 也是外戚出身 且与王正军的 一个弟弟同名 但跟王凤不是一族人 他是刘病以的母亲 王翁曲的娘家人 前面他们也说过 当初就是因为 王商的弹劾 宽恒才被踢出场案 宽恒被一路到底后 刘傲提拔王商 为新一任丞相 王商这个人呢 能力很强 秉性忠厚 轻财好义 父亲死后 王商把继承的财产 全分给了兄弟 自己一分钱也没留 这事被人传开后啊 满朝文武一致推荐他为 全国道德模范 刘氏也注意到了他 随后将其一路提拔至 幼将军光露大夫 不仅如此啊 王商身材高大 颜值极高 妥妥的大帅哥一枚啊 他到底有多帅呢 我们来听一下 蝉鱼的评价 有一年 匈奴蝉鱼入朝 被人引到魏阳宫的白虎殿 王商负责接待 蝉鱼上前拜见 王商起身答话 两人身高差距比较大 蝉鱼得抬头仰视王商 谈宣几句后呢 蝉鱼对王商大为敬服 出来后赞叹说 大汉丞相真的很帅很酷啊 丞相王商和大将军 王凤不对付 王凤对王商的得势 越来越忌惮 而王商呢 也一向看不惯王家 把持朝政大局 当初汉原帝 露出一处苗头时 王商是力保 刘傲太子地位的大臣之一 深得刘傲弃重 他试图以一己之力 对抗俨然一惊 开始威胁皇权的王室家族 两人的矛盾呢 是日渐加深 很快展开了一场大战 导火索 是狼牙郡太守 杨荣 这杨荣和王凤啊 是儿女庆家 当时狼牙郡一带发生灾害 王商派人查问救灾情况 王凤不想让庆家倒霉 对王商说呀 灾疫天事不是人力造成的 杨荣这人呢 还算尽职 就不要再追究了吧 结果王商呢 根本不给这王凤面子 王商带领人员经过一番彻查 确定杨荣有重大过失 所以写下奏章 建议朝廷罢免杨荣 结果这奏章递上去之后啊 却是石沉大海 没阴气了 王凤就觉得王商这人太不上道了呀 与自己过不去 于是派人去整王商的黑材料 底下人查了半天 还真查出两件事 一是他曾与父亲的奴婢通奸 二是怀疑他指使奴仆 杀害妹妹的奸夫 王凤便指使手下人 上书弹劾王商 结果刘傲看过后啊 是哭笑不得 说就这点破事也值得拿到朝堂上来说吗 王凤呢 则不肯善罢甘休 王商又是老臣 德行有亏 这种人怎么还好意思 待在丞相之位上呢 刘傲生气了 不准 王凤啊 就极力争辩 坚持把此事交付 经济委查办 磨了一个多月啊 终于把刘傲给弄崩溃了 王商呢 估计自己屁股也不干净 一看王凤执意要查自己的老底 心里也有点虚 他决定找找门路 之前太后王正军 为刘傲备选后宫 看中了王商的女儿 不巧他女儿当时生病 被他蜿蜒推辞 此时的王商才意识到 如果女儿在后宫 自己现在就不至于这样被动 于是呢 他通过心受宠的李劫瑜的关系 想把女儿安排进后宫 恰在这个时候呢 发生了日食 太中大夫张匡 抓住王商 想送女儿入宫一事 跟在后面起哄 尚书请求向皇帝及晋臣 当面陈述日食的原因 史丹等人出面听去报告 张匡一见史丹 心中已有九分把握 他侃侃而谈 说丞相王商作为作福 以外朝控制中朝为所欲为 专门派那些凶狠的官吏 审查别人的案子 想通过这种方式立威 全天下的人都看不惯他 之前耿定上书检举王商 案子下发给有关部门受理 王商非常不满 他儿子王骏写了举报信 要告发他老爹 王骏的妻子 就是左将军史丹的女儿 史丹听到消息后 立刻让女儿与王骏离婚 王商不尽忠服国 起初为陛下备选后宫时 他托此女儿生病拒绝了 后来为取媚于上 明知后宫之事 皆归太后管辖 却走弯门邪道 私交礼节余 违背臣洁 因此才引发日食 王商无尺寸之功 而他家三室受宠 身为三宫 宗族中多有封侯 两千弹籍在宫里当差的 家族权利和受到的宠幸 无人可比 现在正好他家里出了事 应该一查到底 我还听说 秦国商人 吕不韦见秦王五子 就把自己怀孕的小妾 献给秦王 这才生出了秦始皇 楚国的春申君也是如此 见楚王五子 也把怀了自己孩子的女子 献给楚王 这才生下楚怀王 王商人品恶劣 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入后宫 他究竟是何用心 陛下不可不查呀 王商无道至极 众叛亲离 瞎风会乱 父子相告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可以让他来宣明圣话 调和海内呀 王商为相五年 无所见数 恶名昭彰 有损陛下圣德 于以为陛下年妇立强 即位以来还从未诛杀奸宁 如今皇子迟迟未生 各种灾疫平线 正当功行天罚 杀此一人 海内震动 奸宁之道决意 史丹一听啊 还牵连到了自己 知道现在啊 必须要与王商彻底撇清关系了 于是立即上奏道 王商位居三宫 绝封列侯 受诏辅证 却不遵国家法度 以权谋私 奸邪乱政 为臣不忠 欺上不道 罪行明白 当处于死刑 臣请将王商压入死牢 这刘傲啊 不忍心加刑 说 还是算了吧 旁边的王凤呢 步一步扰 争辩道 陛下即位不久 若不诛此贼 何以号令天下呢 刘傲不得已 只好退让一步 就下诏说 丞相统领百官 协和万国 责任重大 王商任丞相五年 未有忠言良谋 却以旁门左道 扰乱国政 其罪当诸 王商之魅 凌乱内围 家奴杀死奸夫 疑似王商唆使 此间朕 故念重臣 不予深究 王商不仅不悔改 反而口出怨言 令朕痛心 因王商为先帝表亲 设其死罪 收回丞相印寿 这王商也是个应急人 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呢 霸相三日之后 便涂血身亡 王商死后啊 王凤仍然不肯放过这个政敌 在他的强烈要求下 刘傲追视王商为利侯 并将王商的子职亲属 全部外放 还想撤销王商的 爵位和封地 不过这一次啊 刘傲终于没有退让 总算是让王商的儿子 继承了乐昌侯的爵位 有一次啊 定陶王刘康赴京觐见 虽然当初这刘傲 曾因刘康而险些 被废掉太子之位 但这兄弟俩呢 关系着实不错 没有丝毫介地 刘傲给他的赏赐 十倍于其他诸侯 朝剑结束后呢 因为刘傲没有子嗣 当时还生了病 便将刘康留在长安 并在私下场合表明心计 说我尚无子嗣 一旦有意外呢 再难与兄弟相见 你就留在长安 陪我吧 很明显 刘傲这是想搞个 兄中弟籍 把帝国的基业 托付给弟弟刘康 王凤啊 却看出了其中端倪 祝刘康继位 王家人啊 就做不成外妻了 于是便借机阻挠 正巧这时 老天也来帮忙 再次发生日食 王凤就上奏 日食是阴圣之相 定陶王虽然与陛下亲近 按理治应该再翻国 但如今治流京师 是异常之举 故而天向示警 请定陶王早日归国 就这样啊 王凤逼着刘傲 将刘康遣送回定陶 兄弟俩只好含泪 一一惜别 话说这王商死后啊 王凤专权日盛 这引起了政治知识的不满 比如说 经兆尹 王张 王张呢 是底层出身 家境贫寒 当年他到长安求学时 贫困潦倒 夫妻二人啊 日子过得很艰难 有一年冬天 王张病重卧床 不仅没钱治病 甚至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只有一件牛衣盖在身上 什么是牛衣呢 就是用草或者麻 编成的皮盖植物 平常都是用来给牛郁寒 遮雨的 王张很悲观 觉得自己 雄困潦倒到如此地步 估计离死啊 也不远了 于是哭着和妻子道别 妻子一边哭一边骂 你怎么能这样呢 长安满朝宫卿 享受着荣华富贵 哪一个是能比得上你的 你出人头地 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困恶 而自暴自弃呢 这样也太没有出息了 在妻子的勉力下 王张重新振作了起来 后来凭借着自己的才学 一步步升迁到 左曹中郎将 由此也诞生了一个成语 叫牛衣对气 用来形容夫妻共受穷困 当时恰是中书令 实险掌权 满朝文武都被他治得 是服服帖帖 唯独王张是个例外 他不畏权势 向实险开炮 结果被撸了官职 后来刘傲登基 实险倒台 王张被征召回朝廷 历任建大夫 私立校尉 经召尹 王张在升迁的过程中 得到过王凤的举荐 但他对王凤 专善朝政 四处安插亲信的做法 很是不满 准备向王凤开炮 王张就写了一封弹劾信 正好妻子看见了 劝他说 人要学会知足 你忘了当初我们 牛衣对气的艰难处境了吗 王张看着他 你什么意思呀 妻子说 你这是何苦呢 你能走到今天 王凤也没少帮忙 你真打算告他吗 王张则一挥手说 你一个老娘们儿 你懂什么呀 出门就把这篇奏书给呈上去了 他在奏书中说 之所以发生日时 全是因为王凤专权 蒙蔽主上之故 刘傲单独召见王张 王张侃侃而谈 说所谓天道 自然是护佑良善 降灾邪恶 用降锐和灾意来提醒世人 如今陛下没有子嗣 将定陶王留在身边 为的是宗庙延续 社稷安危 上顺天意 下安民心 这是大善之举啊 照理应该天降降锐才对 但为什么招致日时呢 原因就在于 朝中有大臣专权啊 我听闻大将军王凤 把日时的出现 归咎于定陶王 建议将他送回封国 其实啊 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孤立陛下 以便自己独揽朝纲 满足私欲 这岂是忠臣所为 日时是阴气侵犯阳气引起的 反映在朝堂上 就是臣下冒犯蒙蔽天子 自王凤上位以来 朝中正是无论大小 皆出自他之手 陛下从未插手 王凤不知反省 反而归咎于定陶王 其心可诛啊 更何况 王凤蒙蔽陛下 可不止这一件事啊 之前王商历任左将军丞相 是国家的骨功之臣 操守政治 不肯放弃气节 而依附王凤 最终因为闺门私事 被王凤罢免 忧愤而死 此外 王凤明知自己小老婆的妹妹 张美人是二魂 但借口张美人能生儿子 把他送入后宫 这都什么事啊 他不是说张美人能生儿子吗 怎么到现在也没生出来 枪人 胡人等蛮蟻 会把投胎孩子杀掉 叫做喜长 为的是保证血统的纯正 何况陛下要亲近 已经嫁过人生过娃的女子 王凤引发灾疫 谋害忠良 会乱后宫 都是陛下亲眼所见 至于陛下没有亲眼见到的其他事 更是可想而知了 这样的人 怎么还能继续执掌权柄呢 早就该将他罢免 令则忠贤 取而代之了 王章的话呀 算是说到了刘傲的心坎里 他对王章说 幸亏你能直言相告 要不然 我还能从哪儿听到真话呀 只有贤者才知道贤者 你就替我寻觅 可以代替王凤的人选吧 王章胸有成竹地答道 忠山王刘兴的舅舅冯野王 在先帝时官至九卿 忠职信义 智谋过人 他备选三公 却因为是诸侯王的亲属而避嫌 出任狼牙太守 陛下是明主 应当任用这种贤臣 刘傲也早就听闻过 冯野王的名声 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 话说这刘傲啊 采纳了王章的建议 是否就能顺利地 把王章除掉呢 大家可能也猜到了 隔墙有耳 两个人的谈话呢 被一旁的王阴 听了个一清二楚 王阴是太后王正军 和王凤的堂弟 时任适中 可以自由地出入恭敬 他将两人的谈话呢 一股脑地透露给了王凤 王凤就以退为进 在杜钦的指点下 向刘傲上书起骸骨 说老臣资质努顿 蒙太后福音 兄弟七人封侯赏赐无数 辅政七年 陛下将国事托付给臣 无不言听计从 可是如今 阴阳不调 灾意贫现 根据五经传记 和博士所言 都认为日食的原因 是大臣失德 臣连年卧病 失位素餐 近来病情加重 更觉力不从心 臣愿告老还乡 疗养身体 若陛下神灵保佑 得以痊愈 再回狱前侍奉 不然死命休矣 臣无财而受重用 天下人皆知 陛下厚恩 因病而得保全 天下人皆知 陛下仁慈 不管臣 是进是退 都有利于国家 绝不会引起私议 恳请陛下恩准 除了向朝廷申请并退 王凤还特意让此事 被王政军知晓 王政军听说朝廷 要罢免王凤 日日以泪洗面 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 一边是自己的亲妈 每天悲痛欲绝 一边是自己的亲舅舅 可怜兮兮地要求退休 刘傲这心意转呢 又妥协了 回复王凤 朕处事不明 执政有缺 因此天降灾疫 责任在朕 大将军待朕受过 上书起海谷 将朕置于何地 请务必打起精神 安心养病 索请不准 这大臣的一看呢 风向变了 立马调转枪口 弹劾王张 王张明知冯野王 外任太守 却私自举荐 是为了方便 内外勾结 明知张美人 已被皇上临姓 却妄言 枪人杀长子之事 实为大逆不道 王张被下狱 随后死在狱中 他的妻子儿女 也都被流放到当时 还是一片满黄之地的广西河浦 冯野王也被牵连免官 几年后老死家中 上书直言的王张 遭受到了牢狱之灾 最后死在狱中 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标志着王凤的权势和地位 已无人能撼动 公卿大臣都知道王凤惹不起 见到他都侧目而逝 纷纷绕道走 杨朔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十二年 王凤病重 刘傲知道 这是权力交接的敏感时刻 数次跑去王凤府上探望 并问王凤死后的人事安排 对于这个问题 王凤则早有想法 他没有推荐亲弟弟王潭 而是推荐了他的堂弟王因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王潭平时傲慢 会有点瞧不上大哥的意思 而王因呢 则对王凤十分尊敬 虽然是唐兄弟 却像父子一般 于是啊 王凤去世后 刘傲任命御史大夫王因 为大司马车级将军 一年后封王因为安阳侯 十一代语与王家五侯相同 王氏集团全市滔天 五兄弟开始奢靡腐化 放飞自我 连皇帝也无可奈何 有利为征 一是成都侯王商生病时 为了避数消下 竟然向刘傲打申请 借用明光宫 公然享受皇帝的待遇 后来王商还不满足 凿穿长安城的墙 引来风水 注入自家的人造湖 行传取乐 不仅破坏了长安城的风水 也破坏了汉朝的规矩 刘傲到他家才看到这一幕 更是怒火中烧 不过没有发作 强行给忍住了 二是 刘傲微服出游 路过屈阳侯王根家 建其园中的建筑 是仿照魏央宫中的 白虎殿而建的 这可是欺君之罪啊 对这种越轨行为 刘傲怒不可遏 他把车记将军王因叫来 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王商王根兄弟得知 皇帝发火以后啊 又把太后王正军抬出来 做挡箭牌 扬言要刺面戈鼻 向太后谢罪 刘傲知道后 更是怒火冲天 派人责问 主管京师地面的 私立校尉 经兆尹 成都侯王商 私掘地城 饮水入宅 曲阳侯王根 鉴月犯上 以彼天子 红阳侯王立 窝藏亡命之徒 纵容宾客为道 私立经兆知情不报 该当何罪 两人吓得呀 是瑟瑟发抖 磕头求饶 王因也收到了 措辞严厉的诏书 王家兄弟自暴自弃 竟要在太后面前 四面戈鼻 伤慈母之心 破乱国家 朕今天就要收拾他们 你告诉他们 让他们在家听候发落 紧接着 还有赵令秘书处 承报汉文帝刘衡 诛杀旧父 伯昭的档案 当初文帝的舅父 伯昭杀害正副专员 文帝不仁处决 就派公顷陪他饮酒 暗示他自裁 伯昭不肯 文帝再派文武百官 前往痛哭吊丧 伯昭无可奈何 只好自杀 刘傲摆出这个架势 无疑是想警告舅舅们 皇帝杀舅舅 不是没有先例 王家的几个兄弟们 也开始慌了 一个个跪在宫门前请罪 摆出服软的姿态 刘傲一看呀 这下又心软了 终究是雷声大 雨点小 不了了之 刘傲对王氏集团 无可奈何 这正是他 优柔寡断 不理政事 大权旁落的结果 这点 在王凤死后 更加凸显 王凤专权时 其威望在客观上 对朝廷还有威慑作用 所以啊 刘傲心中有所忌惮 行为尚属谨慎 还算简点 后来王因 立朝辅政 刘傲还不太堕落 再后来啊 刘傲就完全不能自拔了 让刘傲 郁郁寡欢的 除了王氏集团的 全面崛起 还有一件事 他一直没有儿子 这一集啊 咱们来讲一讲 荒唐皇帝之 飞燕争宠 刘傲的原配呢 姓许 是平安侯许家的女儿 许平君的唐侄女 刘傲的表姑姑 许平君早年被霍光夫人毒死 因此啊 刘氏自幼丧母 对许家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这种感情最终使得 他在儿子刘傲成年后 将自己的表妹 许配给了儿子 不久之后 许氏就生下一个儿子 原地开心极了 吩咐左右打酒 要庆祝一番 可惜的是啊 没过多久 皇子不姓早妖了 刘傲结尾后 许氏又生下了一个女儿 也许是近亲结婚的缘故 女儿又不姓早妖 不过 许皇后为人聪慧 和刘傲非常恩爱 自打刘傲娶了她呀 就很少召见别的妃子 靠着许皇后的这层关系 父亲许家在原地朝 一路高升 直至成为大司马大将军 辅政近十年 也是一个势力强大的外戚家族 一个是许家 一个是王家 两个都是外戚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 刘傲即尾的第三年 长安城出现了日食 接着 魏央公又遭遇了地震 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按照天人感应的理论 肯定是朝廷的统治出了问题 刘傲非常头疼 他专门下诏 要求举荐贤良 方正和直言之事 对日食和地震做出解释 有人认为这是外戚王室专权的缘故 而王室一党则认为 这是后宫许皇后专宠的缘故 两派各执一词 谁也说服不了谁 即位第四年 刘傲把前些时候被举荐的直言之事 都召集到白虎殿 回答策问 为了巴结当政的大将军王凤 胡勇将责任嫁祸给许皇后 说这是因为后宫中阴气太盛 是皇帝专宠许皇后才导致的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 胡勇运起马屁之功 还洋洋洒洒地上了一篇奏章 说如今天下太平 四宜归降 边陲安定 大的诸侯国十亿不过竖线 权柄也掌握在朝廷委派的官吏手上 亲王们不敢胡作非为 不会形成当年吴国楚国那样 伟大不掉的局势 文武百官互相制衡 皇亲国戚和其他官员配置得当 骨肉大臣恭敬谨慎 以上三个方面都不用担心 因此天变的责任 断不可推给陛下的舅舅们 我担心陛下听信愚昧盲目之言 把过错归罪于无辜 把正式托付给不可靠的人 那才是大错特错 希望陛下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不要专宠一人 雄起阳刚之威 让后宫嫔妃们都能与路君战 后宫应该加几个能生儿子的妇人 不要挑剔美丑 不要在意是否嫁过人 也不要考虑年龄大小 只有生出了皇子 才能化解上天的怨怒 黄凤知道这时候 对古勇是特别感激 设法将他从一个芝麻小官 提升为光禄大夫 古勇得到提拔后 立马给王凤写信表忠信 说王凤任用贤才 超过了齐桓公和靖文公 自己要向玉让中余志伯内尔 对王室誓死效忠 刘傲对古勇的表态很是欣赏 甚至按照古勇的套路 给许皇后下诏 加以责备 大概意思呢 就是让后宫不要太小肚鸡肠 要向父皇的时代看齐 自己是皇帝 身边多几个女人 不是很正常吗 许皇后就不服呀 写了一封条理清晰的自编书 上书言 教防用度 他认为 时宜是义 制度大致相同就可以了 如果每件小事都效仿前代 臣妾做不到啊 刘傲看了他的上书 只能拿出刘相等人所述的 天象异常的理由 来告诫旭皇后 决定减省后宫的开支 讲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 皇帝与皇后明明是夫妻关系 遇到分歧 却要通过这种正式的公文 往来来解决 而不是坐在床上面对面的交流 想想啊 真是悲哀 刘傲和旭皇后的恩爱 一直维持了十几年 但再好的感情呢 也有厌倦的时候 许皇后的容颜依然美丽 却掩不住岁月留下的印记 时间长了呢 自然拴不住刘傲的心 于是啊 班杰鱼出场了 班杰鱼祖上地位极高 出过有名的宰相 在当时啊 班氏可是名门望族 他父亲班旷 曾领兵 痛击过匈奴 立下赫赫战功 班杰鱼的侄孙辈 更是能人辈出 头笔从容的大将班超 编修汉史的班故 皆名垂千古 无论武功还是学问 班家都集一时之盛 班杰鱼啊 自有聪明伶俐 博览穷书 文采出众 功于师父 不仅是学霸 而且还是一个美女学霸 十七岁那年 汉成帝即位 班杰鱼被选入后宫 他刚入宫时呢 品级很低 但很快 刘傲就发现了 这位财貌双全的美女学霸 对他的宠爱啊 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 他一下子连跃八级 被禁封为杰鱼 仅次于皇后和昭仪 按说这样呢 班杰鱼从此应该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很可惜啊 班杰鱼是一位 清纯贤德的文艺女青年 她循规蹈矩 知书达理 处处拿古时贤妃的高标准 要求自己一点余据的事情都不做 对于从不循规蹈矩的刘傲来说啊 这就很没劲了 有一次啊 刘傲挖空心思 令匠人打造了一辆 华丽飘逸 富丽雅致的双人坐碾车 马车坐好后 他献保式地去邀请班杰鱼 想跟他一起坐 在场的其他嫔妃 眼里全是嫉妒啊 可班杰鱼却皱了皱眉头 对刘傲说 我看古时的画 明君的左右都是明臣陪伴 倒是亡国之君才有女人陪伴 你要我一起坐车 可不是要向他们看齐 刘傲听完后啊 只得感慨 爱妃就是好 爱妃就是闲 王太后听到后 十分欣赏 逢人便说 古有凡鸡 今有班杰鱼 从此啊 历史上有一个新的典故 慈念之德 不得不说啊 班杰鱼简直就是为明君 量身打造的女人 她做事从不余据 贤良淑德 堪称皇帝身边的贤内珠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 刘傲不是什么明君啊 她只追求享受 而禁语系的班杰鱼 根本满足不了她 春去秋来 岁月流逝 后宫美人 红颜消退 按捺不住的刘傲 开始微服到宫外散心 红家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十八年 她逛到了杨威公主府上 杨威公主见她闷闷不乐 就把歌迹们都叫出来助兴 中古其名 司主月儿 一名美貌女子上场 只见她 禽手峨眉 鲜手玉足 腰枝如若风拂柳 摇摆中风情万种 回首间 默默寒情 这刘傲啊 顿时就被迷住了 忽悠的积节探上 兴荡神窑 一曲终了 刘傲迫不及待地将舞者赵入宫 从此 这只从杨威公主府中飞出的雏雁 落入皇宫 成了刘傲的女人 大家都知道啊 这皇帝出门偶遇美女 搞搞艳遇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当年汉武帝刘彻 去姐姐平良公主府上闲聊 看上了歌女 魏子夫 将其带回了后宫 这一次呢 刘傲也是有样学样 带回来一个舞技 她的名字啊 叫赵飞燕 赵飞燕出身低微 据说她出生后 遭父母遗弃 可是三天仍然没死 又被抱了回去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赵飞燕长大一点后 就被送到了杨威公主府上 杨威公主见她有天使的脸庞 魔鬼的身材 便让她学习歌舞 天赋加上努力 赵飞燕独创出了 举步和掌上舞两大绝技 舞动起来啊 身轻如燕 故称飞燕 在中国古代美女排行榜上啊 赵飞燕绝对是排得上号的 她和杨玉环齐名 人称艳寿还肥 刘傲把赵飞燕带回宫中后啊 日夜纵情享乐 沉浸在温柔乡中是不可自拔 她是个聪明的女子 知道后宫险恶 而皇帝最大的特点就是朝三暮四 喜心厌旧 为了彻底俘获皇帝的芳心 她对刘傲说 我有个妹妹 身材风雨 长线甜美 要不也把她接近公里 刘傲很激动啊 世上还有这等美事啊 赶紧找来 一见这赵和德呀 刘傲便魂不守舍了 赵和德的美呢 是一种不同于赵飞燕的美 名模好痴 风乳肥臀 只看的刘傲是 骨酥筋软 那一夜相当温柔 这是刘傲自己承认的 因为他给那一夜 取了个千古流传的名字 叫温柔香 姐妹俩轮流事情 刘傲终日沉浸在 声色犬马中 从此君王不早朝 为了取约赵飞燕 刘傲令工匠在皇宫太叶池 建造了一艘华丽的御船 取名和宫舟 一次 刘傲带着飞燕 一同泛舟赏景 飞燕穿着南越索贡 云英子群 碧穷清宵 随归风送远的曲子 偏偏起舞 周指中流 忽然起雷阵狂风 赵飞燕身轻如燕 险些被吹倒 刘傲急忙让冯吾芳 拽住赵飞燕 冯吾芳紧紧地 拽住飞燕的两只脚 赵飞燕则 扬起衣袖 继续在半空中歌舞 事后 刘傲专门置了水晶盘 让他起舞 又盖了一座 七宝避风台 专供赵飞燕表演 从这以后 宫中便流传开了 飞燕能做掌上舞的佳话 赵飞燕姐妹入宫受宠 许皇后与班杰鱼 皆失宠 尤其是许皇后 心中很是不爽 一次 姐姐许叶进宫 看望许皇后 见她受了委屈 怂恿她 用巫蛊诅咒 赵飞燕姐妹 许皇后只图一时痛快 殊不知 此举触碰了 皇家红线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 赵飞燕就得知了这消息 她决定趁机 同时扳倒许皇后 和班杰鱼 于是给皇帝打小报告 说皇后不仅诅咒我们姐妹 还诅咒陛下 班杰鱼也参与其中 许皇后因此被废 被囚禁到昭台宫 赵氏姐妹还不罢休 是要将班杰鱼也拉下水 继续向皇帝进谗言 刘傲兴师动众问班杰鱼 你有没有参与巫谷案 班杰鱼却只是淡淡道 臣妾听闻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一个人努力修得正心 尚且求不来什么福气 若是做了不鬼之事 更有何指望 倘若鬼神有之 他们不会接受不忠之臣的密告 倘若鬼神无之 那密告诅咒又有什么用 诅咒的事 我不敢做也不懈去做 听了这番话 刘傲似乎有所悔悟 于是对班杰鱼不予追究 赐黄金百两 这次风波虽然有惊无险 但他深知 眼下赵飞燕正受宠 与其他女人争风吃醋 从来都不是他的追求 他决定明哲保身 连夜写了一本奏折 自请前往常信公 侍奉王太后 在常信公的日子里 没有了外界的干扰 他正好可以安心读书写字 写出了著名的 团善歌 自刀妇和导宿妇 从那以后啊 团善成了失宠女子的代名词 千年之后 纳兰幸德写了一首莫兰词 将班杰宇的无奈泄入其间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等贤便却顾人心 却到顾人心意变 许皇后被废 班杰宇主动退出竞争 皇后的位子就空了出来 赵飞燕姐妹 开始给刘傲吹二旁风 谋求皇后的位子 然而 二人还是低估了此事的难度 建议大夫刘府 这一个站了出来实名反对 说昔日武王周公顺天应时 因而有白鱼入王周 火焰变乌鸦的祥瑞 君臣仍心怀恐惧 互相劝勉 而今陛下没有儿子 又屡次受到上天的警告 即便日夜自责 改正错误 敬畏天命 选窈窕之女 以成宗庙 都不一定能生儿子 陛下去放纵情欲 迷恋清心于 非贱的女子 打算立她为皇后 牧遗天下 不畏于天 不愧于人 太糊涂了 俗话说 腐烂的木头 不可以当梁柱 非贱的婢女 不可以当主人 上天和百姓 同时拒绝的人 只有货没有福 连街巷小民 都懂得这个道理 满朝公卿 没有一个人 敢出来说句真话 我非常痛心 不得不仗义直言 冒死出这个风头 刘傲则毫不客气地 将其关进监狱 准备好好收拾他一顿 大臣们有点懵 这是什么情况啊 只有少数几个人 明白皇帝的心思 一看皇帝生气了 纷纷上书解释和求情 这些人 有左将军辛庆纪 右将军连包 光禄勋 施丹 及太中大夫古勇 他们联名上书 说刘傅原本是个地方小块 陛下提拔他当贱大夫 说明他的言论见解 一定有和盛心的地方 才受到如此提拔 如今不过粤瑜 却被关进监狱 沉等愚昧 认为刘府有幸从地方提拔到朝廷 不知道朝廷规矩 以致触犯忌讳 不算大错 若是小罪 陛下就应该隐忍一下 如果有大罪 也应公开他的罪状 交付司法部门查办 使大家都知晓 而今上天不月灾疫旅降 水灾旱灾接连发生 正是广开征鉴之门 包扬正直之事的时候 陛下却用这种严厉手段 惩罚建臣 使群臣震惊 丧失 尽忠直言之心 假如刘府不是因直言获罪 罪名又不公布 那么就不能使天下家喻户晓 刘府是同姓近臣 本因直言而获显达 从管理亲族 培养忠良的角度上来说 实在不该把他 幽禁在宫廷监狱 百官见陛下 着声任用刘府 又迅速打击 都会怀有恐惧之心 不敢为国尽忠直言了 这就不能显示出 陛下虚心纳见的美德 也不能推广道德风范 我们深深为此感到痛心 希望陛下留意考察 这么多人怜悯为他求情 刘傲也只得免除刘府的死罪 罚他做三年鬼心徒刑 好不容易压制住了 朝中反对的声音 太后王正军又出来反对 他嫌赵飞燕的出身太低 认为让他当皇后 有失皇家的威严 赵飞燕也很委屈啊 当年魏子夫的身份 也跟我一样 他可以当皇后 我为什么就不可以 就在赵飞燕举目无望时 有个人跑来对刘傲说 他愿意充当说客 去说服一妈 这个人叫淳于常 是太后王正军的外甥 他曾经依靠八戒王凤 入宫当了皇门狼 眼下呢 所有人都知道 王太后不喜欢赵飞燕 要让他改变态度 谈何容易啊 淳于常却信心十足 他对机遇有着极度的敏感和执着 这次如果表现好了 仕途必定可以再进一步 为了说服姨妈王太后 淳于常做了充分的准备 凭着他那三寸薄烂之舍 终于说动了王太后 接受了赵飞燕这个儿媳妇 为了堵住朝臣们的嘴 刘傲追封已经过世的赵飞燕的父亲 为承阳侯 这样一来啊 谁还敢说他出身低贱 永始元年六月 也就是公元前十六年 刘傲封赵飞燕为皇后 赵和德封为朝仪 仅次于皇后 大赦天下